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吴关宝 他堪称是台湾治安史上 最狡猾的罪犯 但他明明资质充盈 为什么没有用在正轨上 最终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我们先来看看 他当年犯下了震惊社会的 星光少龙绑架案 一度把警方耍得是团团转 1990年12月18号 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 晚间十点多 星光集团少龙吴东亮 反为位在士林中城路上的社区大楼 才刚进门 突然几个歹徒闯了进来 把他直接押走 吴东亮住的是有门禁的社区 没有钥匙根本进不去 歹徒有备而来 早就锁定他了 他们从那边开始去跟到 同一部车 然后所有的出路的状况 都被跟上了 几乎都已经选择好 而且是把他给策划 然后跟踪一段时间 然后磨定而后动才开始去动手的 只是吴东亮也没跟人结怨 到底是谁绑走了他 没多久一通电话打进了吴家 喂 你老公在我这里 你不用紧张 一开口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我的勒赎金要一亿 一亿这个数字 在当时来讲 这次算是可能算是一个偏的数字 因为连银行都讲不出来 同时间一亿 它具有要叠起来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装箱 装袋 有多重 一开口就是偏价付款 宝图知道手中的人质 行情有多少 吴东亮当然这三个字 它代表的不只是他个人 代表的还是一个所谓的星光无家 对于这么一个知名家族 尤其里面的成员被绑 不要说是市井小民 完全会惊慌失措 因为连这么大的一个人都会被绑 而且当然就是代表治安有问题 有关于警政高层 甚至于不要说警政 包括情治单位 包括政府高层 也就是乘风 都可能会惊动 星光集团的企业体 从金融 百货到医疗等 几乎涵盖了台湾人的十一住行 再加上吴东亮的妻子 是知名艺人彭雪芬 吴家人的一举一动 都是媒体焦点 少东吴东亮被绑走 生死未捕 更是震撼台湾社会 警方绷紧神经 没想到侦办的第一步 就遇到了困难 因为第一次警方说 要他家去部署 要监听要干什么 彭雪芬竟然把所有的园警赶出门 就说不行 你们都出去 不要在我们家里面 后来警方就只能在外围部署 吴家人报警要救人 但吴东亮的一人妻子彭雪芬 独排众议 拒绝警方协助 彭雪芬她也是吴文艾 也有点被过 因为歹徒在案 那歹徒那个时候 基本上都已经是 要求彭雪芬不致单线联络 所以其实单线联络 包括不得让所谓 不得报警这种是一般所谓 绑架案都会 歹徒都会要求的 但是包括不得 叫彭雪芬不得跟家族里面的人提 不得让太多人来知道这件事情 那所以胡关保 他有跟彭雪芬有一个承诺 也就是说 你只要甩开警察 把钱交了 我保证我把 把你丈夫无同样安全 让他回家 所以彭雪芬那个时候 变成他在孤立无援 也没对方也没对象可以商量 加上他真的是承受忍性的状况底下 他还是决定就先把钱付了 喂 两千万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马上拿钱出门 旧夫心切的彭雪芬 这一刻心里想的 只要丈夫能平安回来 做什么他都愿意 白涂抓住了彭雪芬的心态 还要彭雪芬独自一个人开车交款 而且一亿元的赎金得分两次支付 第一次先付五百万元 这个歹徒突然要五百万交款 我们就觉得这歹徒相当的狡诈 相当的能够掌握整个状况 绑架案最难的是歹徒要如何成功取赎款 分两次取款不是增加被抓的风险吗 歹徒在谈算什么 但是想不到这么多了 救人要紧 彭雪芬立刻筹了五百万要去交付赎款 所以后来当彭雪芬接到歹徒的电话说 他要出去交款的时候 他一开车一出他们车库的时候 发现前方有警方的那个真房车 在那边等着 彭雪芬就假装说把车子开出去 其实开过去之后 他直接转过来之后 用倒车去撞那些警车 把警车撞开 不准让警车跟肩 所以他一个人服务 就开着车就出去了 沿途按照歹徒的电话指示 前往指定地点 车子一路开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南下 我印象是86.5分 那个距离比较高价 高价以后 就由吊篮子的方式 把这个五百万去走 而且那个篮子 掉下来之后 彭雪芬第一次拿了五百万 就一支提供一把手机 就是在这里面说 我以后改股 空的电话就用这个来 他当吊篮吊上去的时候 那个楼差大概将近有四五层楼 那四五层楼在旁边都两边都破坏 是没有办法借力爬上去 有些交款的过程是非常的迅速 当然了几分钟 那你在底下楼根本来不及部署 也没有办法看到歹徒 掌来谋用是如何 所以他一直交款 几分钟以后 三个人就被拿走了 警方想都没想到 歹徒竟然是用这种方式 取走了五百万元 五百万篮子上去对不对 那歹徒已经取得 彭雪文觉得说取得信任 我第一次交款这么顺利 第一次的警匪对决 警方吃了门亏 但对歹徒而言 从这一次的取款 他们确定了 彭雪芬要做吴东亮 愿意百分之百配合的态度 彭雪芬讲说 因为我一直 没办法抽到 一亿那么大数字 所以连五百万都可以 那只是一个试探 胡关保只是要试探彭雪芬 他是不是报了警 警察单位 所以就在后面跟 偷款五百万 歹徒设好局 轻轻松松拿到手 剩下的余款 他们怎么可能放过 所以他就很相信 成绝分 所以后来电话又来 不是刚开始说 一亿吗 剩下的九千五百万 这一次要准备交款 对家属来说 这是要搭救吴东亮 最关键的一次交款 但对警方来说 第一次的交款 已经让歹徒逃走了 不能再重告覆车 第一次被耍 还可以说是警方大意轻敌 但如果你第二次又被耍 轻松轻松 那警方真的是 颜面无光了 尤其是最后一次 整个交付署管的过程 彭雪芬为了先生的安全 他直接打电话 给当年的警政署长 装轰带 要求警方不要跟车 结果警方表面上答应 但私底下 还是把车给派出去了 虽然用的是私家车 跟车的距离 也刻意地拉大 其方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 但没有想到这些小动作 全被胡关宝掌握得一清二楚 而胡关宝 他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 带着手机出门 我会教你怎么做 我要跟阿星说话 你那里全部都是警察 出来再说 喂 他们很熟悉我们的监听程序 这一票的人本身 真正的脑子 真的是把所有警察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都想在前面 所以造成了警察单位 跟踪的困难 包括后面整个破案的困难 资深记者蔡孟风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 震惊社会的吴东亮绑架案 对于歹徒细腻的安排 取款的手法至今人印象深刻 记住 想要见到你老公活着回来 必须把警察甩掉 否则的话 下一次 你就别想再见你老公 喂 他每一次作案 几乎都可以磨定而后动 磨定而后动 是蔡孟风对于这批歹徒的形容 她说警匪对决 警方不止第一次取款时吃了闷亏 连第二次的取款 警方依旧被耍得团团转 老婆护叫燕子 来哥 马犬 乌鸦 屠鹰 凤凰 大爷出发了 那一天 真的警察单位被带出去 绕了大概就是绕了六个小时 跟上他 不要丢了 回来大家全部在卸装备的时候 破口大骂 我们在旁边听得很清楚 奇怪 人在哪里 车在哪里 竟然怎么都知道 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 让侦办的远景每个人都如此气愤 将时间拉回第二次的约定交款 当时有歹徒跟彭雪芬 约在新店小粗坑山区 要支付九千五百万元 并且要求钱得全部装在 他们指定的三个袋子里 但是赎金金额这么大 要装真的不容易 后来他们才发现说 那个一个袋子里面 只能装三千万 那装了三个袋子九千万 那剩下五百万怎么办 会不会因为这五百万 害无动量就这样丧命 所以他是一面装 一面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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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雪芬那个时候 刚好是子宫外孕 开完刀没多久 所以这是带着伤口 伸着血 去那边为了要救夫 在那边装那些钱 后来不得已只好 把那五百万放在旁边 袋子旁边 拖着还没有恢复的身体 忍着痛 这一次在交款 有关丈夫的生命安全 彭雪芬拼了命 也得把钱交出去 所以第二次彭雪芬就出门说 发现警方还是在他家外面跟肩 那这一次他就直接打电话 给那时候警政署长装备带 就跟他讲说 你们把警方的所有的 跟肩的车辆全部都撤掉 彭雪芬是力排众议 说我要自己去交 你们不要跟 我只要我丈夫的平安 我去交钱 那你们可以远远监控 但请不要造成歹徒的 不安与愤怒 请你们让我把钱交出去 我今天只能够这样做 如果我能够把钱 顺利地交出去 我先生能够顺利平安地回来 我也不指望说 一定要抓到歹徒 当然警察说不可能不跟 只是说换个方式 去跟踪同学们的车辆 他们是几乎都是开四家车本身 就是跟踪了同学们的车子 间隔距离也相当大 为了不让彭雪芬发现 警方还刻意拉大的跟车间距 原本以为天衣无数的跟间 但歹徒早就在制高点 看着警方的一举一动 每个动静全部都被掌握了 原来湖关堡早就在小处 跟上面一点的制高点 用望远镜 看了整个山区的S路的地形 哪一部车属于警察真房车 哪一部车是不是当地的人的车 他几乎都了解 再加上带徒散准了 当时警方通讯使用的无线电 在山区干扰多通讯差 所以包括警察也是变成无头苍蝇的跟 他们只知道要跟着彭雪芬的车 但是在整个山区里面通讯有中断 然后失去了整个的所谓的两号 两号也就是他们所谓最高单位的指挥 后来才知道 那天真的是被湖关堡耍了六个小时 都在山区里面一直绕一直绕 从山区到市区白天到黑夜 绕到所有人都精疲力尽 歹徒依旧没有现身 直到晚上深夜11点多 警方撤哨后 彭雪芬又接到了电话 晚上去交款到这个山区里 然后告诉他要打当信号 我完全是军事发的没有错 就在警方猝不及防的状况下 彭雪芬把钱放在山区 绑匪指定的白色框框内 让绑匪顺利取走了九千五百万元 那幸好这些歹徒啊 拿到这些顺利拿到这些赎款之后 真的把吴东亮放出来 吴东亮我记得被放是在凌晨的时间 他们把人就是带到了原山保铃球馆 旁边停车场那边放下了 取走了书金 歹徒依照约定放了吴东亮 也把当初跟彭雪芬 单线联络用的手机丢了回来 中山北路那个地方 停车场把他丢在那个地方 他打了电话跟家里报平安说 歹徒已经把他放出来之后 警方那时候才所有的人才去 把吴东亮给救出了救回家这样 吴东亮平安获释 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但对警方来说 接下来就得加紧脚步歹人 只是现阶段什么线索都没有 警方决定先从吴东亮身上着手 毕竟他是唯一跟歹徒近距离接触过的人 从吴东亮身上 警方问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这下该怎么把这一群 让警方颜面无光的歹徒揪出来 还好人知平安获释 但是竟然让绑匪拿到了赎款 而且还全身而退 这让警方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还好警方踩到了一枚相当关键的指纹 这是哪里踩到了呢 原来当时彭雪芬为了看歹徒 取得了一支戏 他交给了对方一支手机 而后来歹徒在释放吴东亮的时候 就把同样这支手机交给了吴东亮 让他打电话通知自己 已经平安获释了 结果警方就从这支手机的电池 踩到了一枚关键的指纹 而终于让破案出现了输光 那吴东亮这个案子发生 平安回来之后 带着彭雪芬就跑到美国去了 彭雪芬冷静于歹徒周旋 让丈夫吴东亮能平安躲过生死节 当时候的彭雪芬曾经是红极一时的玉女红星 为了吴东亮走入家庭 但是她的艺人身份一开始并不被吴佳仁接受 爸爸妈妈呢就也不是很赞成 变成好像是不要江山要美人 毕竟绑架案后 彭雪芬反倒成为婆婆吴贵兰最信任的人 而这一次的有惊无险 也让吴佳仁形式更加低调 我劝她少曝光 可是她家族的压力希望说警方能够赶快破案 那警方那时候怎么破案 她连百徒是谁都不知道 幸好那个时候彭雪芬不是有一个手机吗 交署款的那个联络手机 她就把手机什么东西全部都交给警方 警方对那只手机相当的重视 后来那只手机几乎怎样 全部被拆解光了 就是为了查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在电池的底部竟然踩到一枚完整的指纹 因为一个指纹开始去清查了 原来所谓的自然顾虑人口 所以从这里面开始找到 共犯之一的张家虎 因为张家虎当初他是属于新竹关东桥 陆光新村一带的新村小孩 但是后来几乎并不是固定长期在新竹一带活动 这个张家虎曾经是保龄球国手 出国参加比赛却因为走岔的路 浅刻累累 就在警方怀疑张家虎可能涉案的同时 警方发出了一百万元的悬赏令 重赏之下献报进来了 那在那一年的夜单夜刚好 有一个女性秘密证人打了一通电话 给警方专案小组 跟她讲说奇怪最近有几个人 到KTV来找小姐 一找都是找很多 而且出手扩挫 那钱都是整袋整袋的赏消费 她有一天就拿出来归记了 张董你发了 当时的千元抄一整一整叠 这个大家眼睛看的时候 眼睛为之一亮你知道吗 不要说一整叠啦 就是都是千元抄 而且千元抄是新抄 非常奇怪 而且整捆 当时那个酒郎女子特别看 四五叠在西装上 这个人一定不知道 发了什么横财啊 应该是不义之财 裴酒小姐口中的这个张董 就是张家虎 她突如其来的出手扩挫 让裴酒小姐印象深刻 她就觉得说这些钱来路不明 而且为什么这些都是新抄 而且还有很多是连号 她们就觉得很奇怪 这几个人是不是犯了什么大案子 不过为什么突然间出手这么扩挫 警方发现张家虎平时 都跟新竹眷村的朋友混在一起 这群人前客累累 警方查出他的老大叫做胡关堡 但是这个胡关堡又是什么来历 胡关堡很聪明 你知道他以前在官校的时候 还因为陈基优异 被送到美国去受训 他就是因为跟认识的七木雅 跟张家虎这几个人 因为很喜欢去站酒店嘛 所以他们去酒店去挥霍的时候 他觉得说你做军人 行动受限制不大那个 所以他在军队里面因为有违纪 后来被退学出来之后 他后来竟然又考上了 辅大队大宗传播系 夜间虽然是夜间部 可是他又考上 表示这个人头脑非常好 他是老大 没错 因为他很聪明 会计划 读了军校 所以会有A计划 美计划 有着军事背景的胡关堡 做事深思熟虑 比对胡关堡的背景 跟绑者的作案方式 几乎不谋而合 应该跟他们脱不了关系 他们监听电话知道说 原来这张家虎跟七木雅 是赚他OK的 那另外胡关堡 正在新店的清静别墅里面 在休息 所以他们兵分两路 就去逮捕了 他在KTV这边 抓到了七木雅跟张家虎 昨天晚上11点40分 在新竹市中华路二段 94号地下室的唐伯湖酒店 逮捕了已经喝醉的共犯张家虎 以及嫌犯人姓少年 张家虎落网了 剩下胡关堡 由于这个胡关堡 曾经受过军事训练 要抓他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当说台北市行大副大队长 侯友宜奉命带队前往 他们知道胡关堡小心谨慎 任何风吹草动 都可能让远景深陷危险之中 他上去了 我们就躲在门后旁边 门的两边 他一开始一敲门 太紧张了 就讲我隔壁的借电话 当时我们站在旁边 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身冷汗 这样讲总有办法开门 没想到老天不想帮我们忙 扑门就开了 门口开是一个女孩子 声音声回应说 谁啊 我隔壁的借电话 扑门就开了 他们一开 我们就不管 我们就冲上去 女警果然让胡关堡降低了戒心 侯友宇带着大批园警冲入屋内 当时一名警察拿着枪背着胡关堡 却没想到胡关堡的反应更快 他拿了一把手枪 就比着这个胡老哥 那胡老哥已经跑到门口 我是拉不住啊 没想到我们童人枪 一直看的时候 啪一把就被他抢走了 就这么一瞬间 枪被胡关堡抢走了 这些枪要是真的激发 非死即伤 那我们童人直接被抢枪的过程 他挡快去抱着他 抱着他怕枪被抢 怕他人跑就抱着他 他抱着他 因为一抱 我们童人的个子 也比胡老哥 一抱的话就把他拖住了 那胡老哥也跑也跑不住 但是他枪也抢不回来 所以他整个人 被这胡老哥就扑在他身上 他整个就躺在地上 园警被胡关堡押着 侯友宜又压在胡关堡身上 三个人叠成一团 结果胡关堡身高超过170 体格又好 他死命地挣扎 还试图开枪 幸好警枪还有一道保险锁住 生死交关的瞬间 侯友宜想到了一个方法 没想到敲了几下 他流血了 但是他没有混 他没有闹到 我心里想不行了 这样不行 因为他的手枪在他底下 他虽然现在保险没有办法打开 但是马上他搞不好反应过来 马上有办法开保险 那我们就死定了 这个时候 我看到旁边刚好有把电风扇高脚 我想说这高脚电风扇 它左立点比较强 可以敲他头把他敲过 因为那电风扇拿起来 一敲他头 敲两下电风扇断了 他头也没有感觉 用尽所有的方法 但是胡关堡就是不屈服 却没想到这个胡关堡 突然动也不动 也没了声音 侯友宜一看不对劲 因为那时候我压在他地下 没有让他站起来 压在他地下 因为我怕他再反抗 手铐也没有办法靠上去 所以就压在地下 我一个人就把他压在地下 我看奇怪怎么都没有在讲 他还在提醒了 我一摸 他好像心脏要停了 我把他刚刚翻跟声音过来 马上咬他的头 他一口气才喘出来 因为他开始要自杀 他扔在地下 要强迫自己自喜而至少 眼见逃不了了 胡关堡竟然选择自我了断 幸好及时被发现 但是胡关堡被逮 警方并没有因此松口气 因为随着胡关堡落网 揭开了台湾治安史上 血腥的一页 为什么人都已经逮到了 反而是揭开了台湾治安史上 最血腥的一页呢 原来当年的四大刑案 通通都跟他有关事 但是要突破胡关堡的心房 谈何容易呢 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 胡关堡他是台湾治安史上 他学历最高的死刑犯 他原本是陆军官校 正习班的学生 因为成绩优异 被国家送到了美国 维吉尼亚军校去救赌 这样子的职职 为什么没有用对地方 而最终让他走上了 人生这一条不归路呢 1990年12月24号 平安夜的这一天 吴东亮绑架案的主谋 胡关堡落网了 警方从胡关堡家中 找到了九千多万的赎金 还有许多犯罪工具 看着一字排开的脏证物 跟现成的媒体记者 落网后的主嫌胡关堡 不像一般歹徒又慌乱羞愧 反倒是神情自若 面对自己犯下重案 胡关堡还能大言不惨 他犯下吴东亮绑架案 手法纯熟细腻 思考证密 警方研判这一群人不像新手 身上肯定还背了其他案件 这一组人一定还有大案在身 虽然警察单位还没开始追 因为这一组人真的是把警察 骗太多次了 果然 监警从搜出的证物当中 看见了关键的两把枪支 一把左人手枪 是底下 枪柄底下还有勾环的 但是枪号已经磨掉了 在那个年代帮派分子也好 或者是甚至于各个比较属于有头有脸的也好 你说有把匕首 有点高档高身份的可能有把黑心 中共黑心手枪了不起了 但是那时候的左人手枪哪里 哪里有 警察才有 一查下去才发现 这竟然是1985年新主浦顶双警命案的尸枪 当时候歹徒以假暴案的方式 诱骗远警到人烟吸首的浦顶路 用卡冰枪杀害了两名远警 抢走了警枪 这个时间点 胡关宝手中出现了杀警案的枪支 这个线索检警相当重视 因为当时台湾社会的四大刑案 包括屏东丰岗尸枪案 桃园加油站抢案 华南银行林永泉命案 以及新竹双警命案都悬而未破 而这一切都是从屏东丰岗 隐私的两把卡冰枪开始 屏东丰岗那个小地方 就是一个值班一个被拆 两个警员 晚上几乎要把铁门拉下来 睡觉的那种 那个时候呢 这个枪柜啊 只要你一打开 就会响 那他们几个人呢 就把这个枪柜呢 变性这个剪断 抬到后面院子 也没有锁了嘛 就打开 就拿了两支卡冰枪走 两把卡冰枪被偷了 没过几个月 1982年12月31号凌晨 华南银行和平动路分行 遭歹徒闯入抢金库 凌晨四点半左右 两名歹徒 枪口对着我 他那刷房板的时候 有拿卡冰枪的资料给我看 我看看他们 他们就叫我不准动 不准出声 你甲洗脸 不准你死哦 歹徒手拿卡冰枪行抢 但是要开金库 得要有钥匙的密码 歹徒为什么这么容易 就抢走了七百多万元 而同一时间 银行乡里林永泉也失踪沉迷 太奇怪了 因为那时候林永泉乡里 他突然间失踪了 家里人也说他很正常啊 就是上班就没有回来啊 对不对 那可是隔天的时候 那个合并东路分行的 那个金库就被人家进去 而且过程之中没有任何打斗 没有任何的破坏迹象 他是直接拿着钥匙 开了金库把钱都拿走 那因为当时金库进去的话 要有钥匙要有密码 那时候保管这个钥匙密码的 就是林永泉箱子 大家就觉得说 是不是他吸款检讨 把这些钱拿走跑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就直觉是林永泉 真的是监守自盗吗 几个月后 警方在三只废弃的工厂里 找到了林永泉 但是他亦已经化为一具白骨 他们后来在三只的 聚用铁工厂 发现林永泉箱里的 那个尸体的时候 他是生前被刑求 那时候找到他的尸体的时候 已经变成一具白骨 可是人家很明显发现 他两手被反靠在椅子上面 全身看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那个伤痕 跟骨折的地方 不刚好的做法 老师讲一句 他觉得钱比什么都重要 那如果说你今天已经被我们绑走了 但是你始终不讲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再放你回去 而且你已经遍体淋伤了 我们只要把他给杀了 所以说他其实他的原则是 拿到钱比什么都要紧 歹徒为了钱 要了林永泉一条命 直到尸体被发现的这一刻 林永泉才成冤得血 所以林永泉在还没有发现 他的尸体的这一段期间的话 人家一直以为他是吸款潜逃 他是坚守治道这样 所以他的家庭跟他个人 那时候真的是蒙收了很多都不白之冤 没想到林永泉的命案 侦办都还没有进展 1985年的11月 新主浦顶派出所 又发生两名原警遭人社局杀害 浦顶两位警员 他们是被假暴暗动 就是隐忧出去的 那后来林永泉跟周坤青两个原警 就到现场本来要处理 那在到了现场之后没有啊 他们在旁边竟然用那个卡冰枪 就把两个原警给杀了 杀了之后再抢夺他们的配枪 杀紧夺枪一次两条人命 但是警方注意到了 命案现场代徒遗留下 一个卡冰枪的枪托 又是卡冰枪 就是被害人的目击证人员 有看到类似卡冰枪的前段段 而没有后判断 枪柄啦 它是整个割掉的 放在任何袋子里面比较好拿 要提的 要背的都可以 比较方便地走 是不是同一个犯罪集团 他们使用卡冰枪来犯案的 屏东丰港才掉了两把卡冰枪 没多久就接连出现卡冰枪犯案 在那个年代卡冰枪犯案极为罕见 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干的 这四大刑案悬挡多年无解 直到胡关保洛网 卡冰枪犯案有数名被害人的死亡 而一直都苦于说没有线索 所以说在双警命案的 被夺走的警强出现的时候 整个四大刑案露出了一线曙光 大家专案人员都非常的兴奋 当时把希望都寄托在 胡姓嫌犯的身上 所以一直就希望说 从他的口里能够得到注尸马金 我本身并不知道那两把是 警用左枪 警用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没有接触到警察 我也不知道他是警用左枪 我只知道他是左人 面对警察 面对媒体 胡关保总是笑笑的 但是在他的笑容里 隐藏了多少的算计与秘密 枪哪里来的 我想应该你们都知道 现在有一把枪杀过警察 你怎么说呢 我也很遗憾 是你干的吗 不是 是我干的 我绝对承认 他有点笑得有点 有点让人家渴 就是我有畏惧 反而那个笑都用冷面笑 我们可以形容他很不屑 或者是他会觉得 你们奈我何 前警政署长庄恨黛 甚至这样形容胡关保 胡关保肯定跟四大案脱不了关系 但是该怎么证明 当时候侯友宜还多次到看守所 去看胡关保 只是所有的真相 胡关保全部锁在他的笑容里 所以我回到华南银行的命案先 去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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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王者指点迷津 说也奇怪 当天侯友宜回到办公室 看着办公室里 已经翻了四五个月的十多项卷宗 竟然有了发现 结果有一个同人 指示箱资料里面随便错一本 就翻了中间翻了一页 就对了一个资料出来 被记录里面写的 这一万元是华南银行被抢走的账款 当时有一名女姨拿着钱来存款 她说钱是她男友给他的 再仔细看 那持有人的账户叫什么名字 她的聘夫叫胡冠宝 日很潦草 冠军的冠 保护的宝 他就说夫妻 这有一个叫胡冠宝 我有一听到胡冠宝三个字 就说当天为什么当时在做笔物 为什么没有查到说胡冠宝 其实就是胡冠宝的因嘛 对不对 马上把他查出来 找这个女子再来做证讯 果然让他指认 在牢里面的这个是不是胡 就是你的男朋友 他一看果然就是他 关键的证据 再加上密集的证讯 一点一滴慢慢击溃胡冠宝新房 再加上他犯下吴东亮绑架案 依当时的法律只有死路一条 胡冠宝跟同伙张家虎七木窑 二审被判死刑定验 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三审在上述驳回的话 就很快就要被执行了 那这个永远真相死沉大海了 检警跟这个嫌犯之间 刚好在那个时间点 都觉得有跟时间赛跑的压力 不希望说在他死刑确定被执行以后 那四大悬案的线索 全部跟着埋进土里 为了拖延枪决执行 胡冠宝招了 他说四大案都是他干的 追根究底一切都是为了钱 胡冠宝说实在话 他很多案件是后来警方在 他在被收押的期间 他只要被判死刑之后 他就会丢一个案件出来 就是这个案子是我干 所以警方当成说想说你 因为那个病案审理嘛 所以就开始你就不能够执行死刑了 所以他那时候一直想尽办法能够活下去 开始在策划一个案 要做一个案件的时候 可以发现的是 几乎就是成员 集团成员里面 有哪一个要欠缺钱 有哪一个要欠赌债 他们必须要去找钱来补 那友情最好的方法是 就像小马哥的杨瑞和曾经讲过 什么东西最好赚 美本的生意 对不对 最好赚钱的方法就是杀人取材 跟恐吓取材嘛 要抢钱得要有枪 所以他们偷了卡冰枪 却又因为卡冰枪被警方盯上 他们杀警夺枪 只有这样一步错 步步错 案子越做越大 回不了头 检警跟胡官宝折腾了八个多月 终于让他开口了 只是光靠自白还不够 证据呢 胡官宝说他把犯罪工具 跟金库钥匙都丢了 还画了张地图 要让警方暗图索记去找 我挖水沟啦 什么挖那个什么水浸 都做了 但是因为已经事隔八年了 从他丢弃金库钥匙 油压检 什么头套 到他供述丢弃的地点的时候 已经事隔八年了 所以这两个点的 寻找相关证物的部分 是徒劳无功 胡官宝想靠四大案 拖延枪决时间 但不能证明案子是他做的 实行令很快就会下来 这一点胡官宝心里很清楚 他终于愿意讲出埋枪的地点 专案小组当然是非常兴奋 所以胡姓嫌犯绘制的一个埋枪图 地点是在新店小出坑的产业道路 的一个僻静的一个公寥前面的空地 循着胡官宝绘制的地图终于找到了 这一开挖果然挖到了一个 用油布包裹疑似枪械的物品 就是卡冰枪吗 隔天警方押借胡官宝到现场 公开起枪这一挖 两个月前在已经被判死刑的胡官宝供述下 警方顺利在台北市新店小出坑 挖出四大险案的尸枪 有两把卡冰枪 有一把的枪管有矩短 据嫌犯说是为了便于攜带的 另外还有子弹之类的 还有空气枪之类的这些枪械 在都在里面 悬荡多年的四大案 随着胡官宝强盗集团成员落网 挖出了卡冰枪 八年来胡官宝手中的每一条人命 都得一一清算 在被判处死刑之后 胡官宝他可以说是绞尽脑汁 用尽了一切方法 为了就是要拖延枪决的时间 台北看守所高耸的围墙 紧闭的大门 胡官宝被关在这里 等待死刑执行的那一天 胡官宝自己的人生末路 就终结在这里 胡官宝在看守所内相当不安分 他很怕失去自由 所以他 我们给他上个手铐脚 他就有一种 手铐正后勤的 怕 就会去 想办法要把它打开 他上了手铐以后 他 他 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 他一直 我们在他房间里面 怎么抄都抄不出什么东西 来开手铐的工具 上了手铐 不到十分钟 他就自动都可以帮帮忙 失去自由的日子 胡官宝一刻都不能忍 他总有办法把手铐脚铁解开 想方设法就是要逃 他会常常讲说 好像传指条给 去木耀说他要逃 去木耀什么时间 跟他一起逃 是不是花招 我不晓得 他会讲 今天释放一点信息 明天释放一点信息 怎么样怎么样 就好像 有机会 他们都想要出庭 徐先生那另外那个 徐先生的命案呢 胡官宝心里明白 只要他放一点消息 警方为了要查案 一定会把他借题出去 到时候就是他逃走的机会 他在北所里面做的那些事情 他屋时不刻他想要逃跑 他只要想到有机会 他就要跑掉 所以你想说 这个人没有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他不会承认 轻易承认失败 但检警也不是省油的灯 知道胡官宝会想要借机脱逃 他们干脆直接到看守所里面去问案 就将一个死刑的重犯 那么提出来随着他的指引 到处去这样子串来串去的 去所谓的寻枪 这个中间有很多不可预料的变数 是非常都不宜 比方说 他万一说中途有托逃的动作 或者是有同伙劫球的动作 或者他有什么智商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侯友宇当初就讲过说 他为了要一一把它厘清楚 说胡官宝这个犯罪警 犯了多少案子 连续八个月 几乎每天到看守所里面 去跟胡官宝谋 胡官宝没想到 检警完全不给他机会 眼见借题问讯这条路走不通 他竟然把脑筋动到了保外就医 他非常不老实 而且不守累归 凭着他一点小聪明 他身体比较强 他利用他强强的身体 做出一些自残的行为 六六八 二零五零 六六九 二零 二十二 刚开始我是第一次是在这个 士林看守的时候看他 他那时候就拿那个筷子 自杀 那筷子要插自己的心脏 可能也是做好看的 他会做戏的演技 很聪明才会演给人家看 他最主要的还是要制造状况 能够逃予 所以他一次要自杀 然后一次 可以把很多事情讲出来 就是希望拖延很多时间 让他有一些状况可以逃予 神仙牢狱的胡官宝 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 该怎么逃 该怎么脱罪 尽管他一度将检警耍得团团转 但再怎么狡诈 人生末路的那一刻 他终究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胡官宝在醒醒之前 他说了这句话 他说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想要不劳而获 你就要付出代价 只是有一时候 这个代价 是大到你无法想象的 一声枪响 划破了深夜的宁静 台北看守所的刑场 入夜后气氛轨绝 所有犯下重罪的死刑犯 都得在这里一一清算 双手的罪孽 死刑犯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吃饱了再上路 而双手染血的胡官宝 人生末路 终于也走到了这一步 事实上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你想不劳而获的话 一定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也许会非常惨动 一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是胡官宝人生 镜头最深的体悟 坐肩饭客的胡官宝 从小在眷村长大 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他念陆军官校还到美国留学 却因为物交损友 跟着几个一起长大的换铁兄弟 走岔了路 曾经他也有机会脱离 但是走错了一步 人生回不了头 如果他跟我讲 那人生两件汉事 他说我没有听我妈妈的话 就读福大 福大他读宗教系 他如果我读宗教系 我有一天做神父 我也不会搞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汉子到美国 没有留下来 就读大概读了 比较辛苦一点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就这些朋友又来了 那个时候读 我们就没有留下去 而留下去 今天就不会再 错步的人生 不可能重新再来 曾经在看守所内 辅导胡冠宝的教诲 黄明正说 胡冠宝其实是个天主教徒 却直到在看守所里 倒数人生 才彻底有了觉悟 确实我们要为他受洗的时候 他在那个受监池里头 他竟然问我们说 像他这么坏的人 真的有得救吗 再怎么坏 Jaker的胡冠宝内心深处 仍是渴望救赎 但是手中的几条人命 他们得付出代价 因为我跟警方讲过 不是我做的 我觉得会承认 不是我做的 不要硬扣到我身上来 划落脸颊的泪水 是刻骨铭心的悔恨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七号 胡冠宝 张家虎 七木瑶 三个儿时玩伴一起踏上了刑场 他是大哥 所以在刑场要撑毙的时候 其木瑶还有张家虎 胡冠宝另外一边 张家虎就跟胡冠宝说 大哥 大哥 我从小就跟你 你看我跟到哪里来 他刑场地说了 最后人生最深的叹息 他们在吃最后的 以前是最后的早餐 在无影一对 对啊 只能默默承受 教坏了别人 带坏了别人 自己在那边 一定是咬牙切齿 回不当初 金属角料的撞击声 打破了停滞的空气 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 该走了 胡冠宝在行刑 执行枪决那一天 竟然是有两个狱警 把他抬出来 抬到刑场 那个时候他全身瘫痪 在地上这样拖着走 那大家都觉得 而且你的裤子上面 衣服上 新欢的衣服上面 竟然还有那个 好像撕掉的那个痕跡 那时候很多记者都不知道 他就想说 你胡冠宝不是教肖很好 那时候杀人不眨眼 对不对 抢人干什么 什么事情都来 为什么等到你自己 要被枪决的时候 这样全身贪婪 无力啊 根本就死了嘛 胡冠宝也在大批人员的 触涌下进入 不过神情不再像 以往一般自若 两个子弹 送他回西天 人生活一点意义都没有 在枪决过后 胡冠宝和张家虎的遗体 在家人的引领下 被送往殡仪馆 不过胡冠宝和张家虎 两人的器官 都没有捐赠出来 而今天的这一幕 印证了胡冠宝落网时的一句话 诸儿莫作 受害最深的 还是自己的家人 事实上天下真的 没有白吃的午餐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你想不劳而获的话 一定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 也许会非常的惨痛 也许会给自己 家里 朋友 亲戚 带来永远不可磨灭的这个羞辱 我再次也要呼吁想要做监犯客的人 能够多想想自己的父母 后来他被执行枪决之后 去整理他的牢房之后 毕竟才发现说 那个胡冠宝不是下到腿软 下到没力 他是在执行枪决的前一个晚上 他竟然躲在棉被里面 拿那个小刀在那边放血 所以他们当他们在整理他的 他的东西的时候棉被一掀开 一整个棉被里面都是血 原来他放了一个晚上的血 他希望能不能借由这个放血 让自己全身虚脱 还可以到执行枪决前 能够枪下留人 让他保外就医 延长他的寿命这样 所以胡冠宝这个人焦慌 等到直到他快死了前一刻 他还在想尽办法要跟警方斗法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上边想我们才会了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细化 和我一块翻阅记者秘密档案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同学讲 你知道台湾治安史上 金额最大的抢案 当年一共被抢走了多少钱吗 这事情发生在2009年的台南市 当年有一名从事 黄金买卖的业者 他刚刚从银行提领了 7736万元 然后就开着车回到了 这一家钟表行 他把车子就停在 钟表行的店门口 然后他就下车了 接着走到了后车箱 他打开了后车箱 从里头拿出了 装满现金的行李箱 这两个东西看起来沉甸甸的 大概有七八十公斤重 里头装满了现金 突然间有一辆黑色的轿车 冲了过来 在车上下来三名男子 他们蒙着面 有人手上拿着手箱 有人拿着箭底棒 目标当然就是 眼前这装满现金的行李箱 还有蓝布袋 这个时候老板娘 就从店里头冲出来了 拿枪的袋族 朝着他的右小腿 开了一枪 当场血流如主 就这样子三名袋族 只花了短短三十九秒钟 就抢走了七千七百三十六万 这是台湾自然史上 金额最大的强盗案件 而警方足足花了十二年的时间 才把背后的指尖带回来 台湾自然史上 普通有钟表行 美食街 之前还有一些 大众客运运输的重要地点 台南的主要干道之一 可以说是最热闹的一条街 所以人来人往 车草也蛮多的 报案电话进来 那就说 有人被开枪 那有枪头东西 钟表行 它旁边也有一些银头什么的 都有 那或是说一般的抢案 也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是不意外 但是听到金额 我们是比较压抑 报案人报说被抢到 抢了七千多万 然后心里去想说 七千几万有可能 非常不可思议 七千多万 我想说是不是听错了 是七千多块 大家都认为说不可能 都认为说是可能是 七万多吧 还是七百多万 不过回想一下 新闻路周边是闹区金融商业 活动频繁 新闻路上很多银楼 而且在过去一点就是 金城银行 有银行 也在附近 说唱七千几万的时候 第一个欢迎就是说 是不是唱运钞车 新闻银行 是说吉馬店 还是吉馬店 而且星光三月也在百会 在那边 有可能它的当日所得要领出来 半信半疑 警方港网现场了解 看见钟表行老板娘 小腿被子弹贯穿 鲜血直流 不听到女生跟男生都 就是那种在喊的声 尖叫还是像那种的 就还蛮恐怖的 开始以为 还以为是可能有人在打架 可是后来有听到枪声 才知道是枪劲 老板娘表情痛苦 她的丈夫也就是钟表行的老板 焦急担心 而他们的大舅舅接到电话 敢来关心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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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发十二年后 记者冲回现场 钟表行老板娘 迷迹犹存 她说当天 舅舅蔡津天开车到钟表行门口 按个喇叭示意 老板李德芳从店里出去 兩人就要把后车厢的行李箱 搬下车 突然三个蒙面歹徒冲上前 有人拿電極棒 有人拿槍 在那個裡面看到外面 感覺怪怪的 然後就跑出來了 然後就看到他們在 就是在搶 天油爪爪 我先生是看到 那時候我出來的時候 我先生是在馬路口 對 跟拿電極棒的那個 然後我才靠過去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被電極到 所以你說先生 傷勢怎麼樣 胸部整個都瘀青 當老闆娘過去要護住行李時 突然聽見轟然巨峽 她的小腿中彈了 那聲音滿大聲的 斯羅先生也看到有聲音 那個聲音就知道那個是 真的是真槍 才嚇到 然後就放了 不然怎麼辦 老闆娘中彈倒地 歹徒搶走行李箱 還罷休 集中藝人衝到蔡津天車子後座 把另一代提袋也拿走 三個人衝向一台黑色的 接引車輛 超厲害 事發當時 跟警方比手畫腳還原過程的 是被害人蔡敬天 他就是中調行老闆 李敬邦的舅舅 他就一直在那邊講說 我七千幾萬不去了 用手衣 他一直強調說七千多 七千多萬 會讓人家說 你到底有什麼 有那個行情 在那裡帶七千幾萬嗎 他的穿著就襯衫 西裝褲 然後呢 就算走在路上 他會有七千多萬 他人家也看不出來 就羅賓阿伯那種穿著 我們也懷疑說 他講的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清查他當時的身分 他也沒有什麼 工作 對啊 都沒有了 你是怎麼才會 有這麼多錢 難道他是人稱的 這點錢對他來說 不算什麼 但清查後並非如此 警方觀察 七千多萬現金 眼睜睜被開槍搶劫 他居然能冷靜 喝著飲料 懷孕過程 不像說有些 七千幾百你用手 就浮到三歲了對不對 他可能會破散 對不對 他非常堅持 為什麼他會這麼淡定 我們也覺得說不可思議 除非這個錢就是不是他的 也有可能他早就知道 有這一幕會出現 他這個人 有一點要捧衡 說我是很有錢 我待會兒就有多少錢 多少錢 所以我才會懷疑說 我到底你有這些錢 到底被搶走多少錢 警方查訪目擊民眾同時追 錢從哪裡來 路邊的民眾的策訪問的部分 跟他講的是有配合的 就是有拿出兩包那個 好像很大包的那個手提包 蔡信被害人就是在這一間 兆風國際商業營廠 這邊提禮 現金七千多萬 他車子停這邊 然後行被害人 那個蔡信被害人跟行員 出來把錢幫忙他搬到車上 他把行李箱放在那個後座 然後一個放在後車座 千真萬確 蔡今天領了七千七百三十六萬多 大行李箱裝五千多萬 草綠色提袋裝兩千五百多萬 加起來重達七八十公斤 需要有人幫忙搬運 根據他的那個車子行車的 那個路線 我們有去調閱 就是從他從銀行出來之後 到這個鐘錶行 他是也沒有停頓 也沒有掉包的那個狀況 七千七百三十六萬 真的是史無前例的一個現金搶案 這一個金額 在台灣事安史上來講 不但算是首例也是非常 駭人聽聞的一個數字 光天化日鬧區開槍搶劫 帶頭太囂張 七千七百三十六萬 更是個人被搶的史上最高金額 震驚社會 被害人說他被搶走了七千多萬 就真的是被搶走了七千多萬 有沒有可能是他故意誇大說謊呢 如果真的是七千多萬 那為什麼這一家鐘錶行 他會需要這麼多的現金呢 還有如果真的是七千多萬 為什麼領了這些錢出來 就這麼放心 沒有聘請任何的保全人員 隨車保護呢 這實在是太不合理了 而更讓警方感到不解的是 被害人他在被搶走了七千多萬之後 他卻還能夠鎮定的製作筆錄 不是七千多塊是七千多萬 難道這其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情嗎 因為這疑點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警方一度懷疑 這有沒有可能是一起自導自演的炸保案呢 但是這個懷疑卻沒有任何的證據 可以加以支持 警方於是就把連接的所有監視器畫面 通通調出來 仔仔細細地看過一遍 看看能不能夠找到 什麼破案的蛛絲馬跡呢 警方重回蔡津天領錢的 兆豐銀行查證 令人驚訝的是 七千七百三十六萬 居然是一個人領錢 一個人在送 怎麼沒請警察來報仇啊 不知道啦 你也不知道喔 我們... 我們就沒辦法 因為我們要處理平衡 他們領錢 我們都要透過保存 或是要請警察護衛 他們都沒有 他都不要了 他是很自信嘛 不是七萬七十萬 是七千多萬 卻不要警察護超 讓警方起明心 你這七千多萬 可能不是一個很正當的金錢 或是... 或是打算要逃落稅等等 地下會對啦 還是... 他是不是... 你做桌頭簽電 你要領很多錢給人 怕人知道啊 推敲各種可能 警方再問問相關人 仔細查證 他領錢是要做什麼 怎麼領多 要領多 要領多錢 他姐姐那個 精密公司的老闆 就從台北很感謝 就跟我們... 也跟我們那個... 高層見面 然後又談論說 他這筆錢 是要做什麼用品 原來巨額獻金 跟家族事業有關 中表行老闆 李德方的哥哥 在台北開精密公司 跟國外洽談生意 黃金收購 則交由南部的 兩個舅舅負責洽談 錢的部分 由兩個舅舅提領之後 再到中表行的 金庫內保管 金庫內機械的 資金的往來 的支出 那需要購買那個黃金 那所以從國外 會現金過來 再到這個中表行這邊 那透過中表行這邊 再去購買黃金 黃金買賣 它一次都好幾十斤 所以他們的量非常的大 據這個蔡新北來講說 至少都有接近過一億的 一億 最多都要一千萬人 朋友透露 剛開始蔡敬天兄弟 會找人幫忙 但金額實在太大 有什麼閃失 責任擔不起 後來朋友就婉拒他們 久而久之 蔡敬天一個人領錢幾千萬 是家常便飯 而他的哥哥也是一人作業 他都兩塊 如果一塊都兩千幾萬 至三千幾萬 那兩塊塊都七八千萬 一個禮拜就 一個禮拜就能夠出來 所以次數已經很平衡 很平衡 過去經常信 巨額獻金來來去去 都平安下莊 為什麼這次半路殺出 成陽金 我會很納悶 我先生很納悶 我先生以為 為什麼後座兩間的話 以為是不會被拿走 你出來守住的話 他怎麼開都開不 沒辦法開啊 你下車以為 把車子守住的話 他沒辦法開 那兩間的話 兩間的話就不會拿走 家屬對當時蔡敬天 衝回車上開車 覺得很不合理 他的講法是說 他要從這邊繞過去 然後去撞那個 那個債途的車子 你這邊繞過去 繞紅綠燈 那個膽子也走了 就直接在馬路上做迴轉 或是說直接 車子往後死 就可以撞倒這些人 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子做 那是不是也有像 製造資源 然後要詐領保險金之類的 那交往的部分 可能就比較複雜一點 其實我們側面了解 也有獨國的信心 懷疑不能當證據 但遺留的急鎮少之又少 鑽小組地毯式搜證 結果只找到一枚蛋殼 不過被害人想起 歹徒有一個奇怪動作 磁電子棒的那個人 對 它有在那個車 在後面那裡 咬下去又爬起來 大家也思想 是不是都要欠東西 是不是開槍後 要把蛋殼撞回來 是怎樣 而保險鐘錶行 梅庄監視器 只能沿線釣越大馬路周邊 擴大範圍 但當年監視器不普遍 話質又差 怎麼覺得是一種 有實在的人 我不知道 有實在沒辦法 真的嗎 都沒有工作 我們沒有工作 持家的歹徒 身高約170到175國分 它是瘦膏 卓身色長衣長褲 那現場與其中一個理性民眾 在那邊搏鬥的 這個歹徒 牆皮 皮膠的歹徒 它身高約170公分 身體不壯瘦 另外一位歹徒 它是中等生產 卓身色的長衣長褲 那三個歹徒 頭上都帶有 茉莉色的頭套 目擊著描述 立民歹徒開一輛 黑色轎車接應 專小組調閱 銀行周邊監視器 掌握重要線索 然後歹徒他們的車子 就停在斜對面 邱樂園那邊 那邊觀察這個被害人 他所提領現金的狀況 然後這個 等到這個被害人 跟那個航友出來把錢 拿到他車上的時候 被害人從這邊迴轉 往南的方向回去 之後那個歹徒 他們再從這邊 一直錄的跟蹤他們下去 那監視器是什麼 好不容易告訴你 對啊 對啊 那是倒影 倒影 玻璃倒影 下來三個歹徒 然後下去39秒 然後又回來 就拿了兩箱的錢 一個手提 一個行李箱 跟那個背包 39秒然後搶了7736萬 心裡是滿高興的 都能夠確定台獨 有幾個人 也能夠確定說 歹徒作案的車子 是什麼樣的車子 然後我們在以車子追人 好 以車追人 是我們常常聽到的 警方一種偵查的作為 但為什麼警方 明明動用了大批的人力 但這個案子 還是追不下去了呢 而同時間 警方也從當天被害人的行程 抽屍剝繭 發現了歹徒前前後後 只花了我們剛剛提到的 39秒就搶走了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的是 這些歹徒 老早就已經掌握了 被害人 他所有的生活作息 包括是提領現款的時間 地點程序 摸得一清二楚 所以才能夠在被害人 他一下車 就打開後車廂的時候 立刻動手搶錢 包括是接應的車子 包括是陶藝路線 通通都安排好 所以警方要查的是 究竟是誰 能夠精準地掌握到 以上的這些訊息呢 被害人說 他在禮箭之前 曾經去按摩 那難道是 自己他跟李榮小姐 說溜嘴了嗎 而除了這名李榮小姐之外 警方同時間 也全面地清查 被害人 他的交友狀況 包括是他的親戚朋友 查看看 有沒有任何人 在最近突然之間 他的出手 變得非常大方了嗎 監視器拍下可疑黑車 再根據目擊者看到的疑似車號 擴大調閱 掌握到車號和車型 就是這一輛歹徒的疑似犯案車輛 警方一車追人 卻發現 車牌案發前 有高雄的民眾通報被偷 尋掛世界車牌嘛 然後就能夠證明說 車子應該是自己的 然後他才會去偷別人的車牌 好像一萬多輛 那時候查出來一萬多輛 黑色水域額 號稱國民車款 加上上萬輛 讓警方耗費大批人力 追查過濾 而這是當時唯一線索 一個月過去沒有突破 後來追出是一輛權力車 權力車的部分 他有可能一手轉過一手 其實到現在我們面臨最大的狀況 也都是這樣子 不是不能做 而是時間上會拖得非常地長 但是被人他說 他當天有來這邊 獎聲館消費 然後在消費當中 他有跟人家提醒說 他有可能會去提領現金 警方還原蔡靜天當天行蹤 領錢後到這間按摩店休息 一待就是一個多小時 做按摩的時候 有跟裡面的一個李龍小姐說說 他在做的事業很大 等一下就會有很多錢要進來 因為他都找固定的 是不是這個李龍小姐 知道他的行蹤 而把他洩漏的 清查後排除李龍小姐 但誰還會曉得蔡靜天去領巨款 整個交易流程 相當買方 還有精手的銀行行員 甚至是幫蔡家兄弟搬過錢的朋友 都是過濾對象 卻沒有任何可疑 當初他的路線 都是往高雄的方向 而且他的兩面車牌 都是從高雄那邊偷切的 所以他剛開始認為說 歹徒應該是從高雄來犯案的 出現斷點 再沒有看見 黑色的犯案車輛 專小組找來電線警察 從海量通連數據 大海撈針 蔡新北海人 牠牽在那裡 會停留時間 這段時間 有多少電話在這個附近 譬如說有1萬機 然後你1萬機來到這裡 牠被搶的地方 這裡也有出很多2萬機 就是你要比對下去 糟糟 看這個時段和這個時段 有重疊的電話 然後去比對 比對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門電話 就是牠的時間點 牠行進的時間點 跟那個歹徒的時間點 是一樣的 專小組大為振奮 不然露出一線希望 台南機場之後 牠往86 然後再從86 又跑高速公路 到新市那邊下來 然後就在新市那邊 停留了一段時間 然後訊號就沒了 訊號沒了 沒辦法往下追 從手機號碼 要查登記在誰名下 卻發現是俗稱的外勞卡 追蹤困難 但根據手機訊號 描繪出路線圖 歹徒跟蹤蔡敬天去領前 先繞到西門健康路口 等蔡敬天出現 淡案訊號 往高速公路跟新市周邊 空曠的產業道路後 就消失 專小組的路徑資訊 跟歹徒槌子後方的 彎腰動作 都起來了 他把被害人裝GPS 因為GPS 你要靠電話發射 我有一個大徒 下去做一個動作 他就是萬一那個GPS 那個GPS 就是那個 他要離開 他就是要把那個GPS 萬一起來 只可惜線索不足 只查出案發前 蔡敬天老早被耿踪過 而其他疑點沒有解答 他好像有一點喜歡打牌 這樣子說會不會在打牌當中 消息走漏啊 包括難打 包括我們分局 當時二分局可以說是 全部總動員 對 那所以透露的警力也非常多 幾千了啦 幾千人 當然幾千 綜合來講當然就算 整個市都是總動員 每天那種壓力真的是 有時候連家都不敢回去 有時候家人 要回去的機會都借了 回去三個月 辛苦洗洗 再回來就要趕快拚出來 畢竟一個多月過去了 時間越久 破案機會越渺茫 如果民眾提供有關本案 現所提供警方偵辦 而偵破本案者 願意提供警方追為賬款 金額之百分之十 為破案獎金 一個多月我們都是一直陷在這個 泥浪裡面 對 那後來我記得 那個開始有發端是難打 就是有懸賞 有懸賞之後消息就開始進來 發現有某人 他開始身邊可用的金錢變多了 那他跟姓蔡的這個 又有情緒關係 那這條線索 就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整起的強烈案件 雨點重重 難道真的是內神通外鬼的 炸保案件嗎 被害人聽到這樣子的指控跟懷疑 他大聲替自己喊冤 他說他絕對沒有自導自言 他自己也很想把這筆錢追回來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牌 他願意提供百分之十的破案獎金 也就是七千七百三十六萬的 十分之一 那就是七百七十三萬 這可不是小數目 在公開懸賞獎金之後 也真的就有線索打進來了 聽說在台南地區 最近有個地方的老大 他買了一輛進口的跑車 而且還是用現金買的 他怎麼突然發財了呢 再查下去 竟然發現 這個老大和被害人的妹妹 最近居然有非常密切的通聯 難道真的是內神通外鬼嗎 我聽到了外界的懷疑 被害人的妹妹 他大聲地提自己喊冤 他說 他怎麼可能勾結外面的人 來搶自己的親哥哥呢 蔡景天帶著被搶的 同款大行李箱 和提代到警察局 主動提供線索 對於被懷疑自導自演 或是他內神通外鬼 極力提及 她認為說她妹妹交往的 比她還複雜 而且她妹妹的 也是喜歡打牌啊 蔡景天的妹妹平常沒工作 頻繁進出賭場 據傳欠下不少賭債 是為了錢動念頭嗎 賭方找她來問問 比較有可能會叫人 來穿我們家的錢 這怎麼想也不可能 她當時就在那裡 說我不可能這樣做 蔡新北亞人她姐姐也有來 也有跟她講說 如果是妳做的 妳就不會把警方說 把警方說 把警方說 她也說不可能 我不可能這麼做 警察只不過是 打電話誤或說 她妹妹的事情 因為他們警察也知道 只是虎證據而已 沒有具體證據 只能持續監控 沒想到 公布懸賞後 現報其資 再度回到 蔡景天妹妹身上 之前我們查的時候 她妹妹是欠人家很多錢 這麼欠幾萬 這麼欠幾萬 但是到那個案件發生了 差不多一個禮拜後 就說 怎麼會死給妳負責了 沒有欠人錢的那些 而且負責 都是現金就還了 突然間就有錢了 下注就變大 本來就是幾百塊的在賭 然後一筆 兩百三百的在賭 然後突然間就變成 兩千三千的在賭 再查下去 蔡新女子互動頻繁的 一名台南地區老大 方東龍 有強盜錢科 又是都長長科 先買了一輛那個 VM老子娘的行車 現金去買 就說奇怪 怎麼突然間會有錢 然後人家問說 你剛才突然間有錢 還會拿錢來行 他說沒有 我最近就賺錢了 賺錢就不買了 方姓老大對外宣稱 中了一大筆六顆彩金 然而警方私下探訪 他經常槓估 怎麼這麼巧 強案發生後 財神也就降臨 專案小組 對蔡女方男展開監聽 調通簾 越查越可疑 通話秒數才五秒之內 然後他接完 這一通電話接完之後 他的行蹤就往行駛那邊跑 看到行駛這地點 警方馬上打開 偵辦雷達 不就是搶貝GPS使用的手機號碼 最後斷訓地點 後來我們慢慢的 一塊一塊的把它聽奏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這兩部車在新市 在通的時間是有交換 進步監聽 方東龍打給蔡女的電話 刻意用暗語是在隱瞞什麼 他講了說我過兩天 我就先處理給你 然後我們就說 會處理什麼 應該是公錢 不可能有什麼東西 他也不販毒 也不是說在買賣槍線什麼的 他為什麼要給錢給他 我覺得很奇怪 你找到菜市 你的事 你是為什麼要給錢給他 中龍不尋常 卻還不足以當涉案鐵證 但菜市女子電話中的內容 檢警心想糟糕了 他說他要去大陸做生意 他拿了九十幾萬 換成人民幣快二十萬 說要給他的資 去那邊開那個泡沫紅茶店 萬一他出國之後不回來的話 會增加我們班那個人 所以專業小組就立刻決定說 應該是實際要行動的 方幸德他身邊被帶回來的 也有五六位啊 你在裡面辦理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不講出來 他們這五六個人 很可能就會被我們當作 弦力人 他不經意有講出來說 他分得很少 那分得很少 這個就是一個 開始積極問下去的一個發風 方幸嫌疑人確定 他有涉案之後 回頭來問蔡幸嫌疑人 蔡幸嫌疑人他才坦承說 當初有開玩笑的方式 跟這個方幸嫌疑人 講說 如果要搶的話 我們又不是沒錢 人家說如果沒有錢 他就說他哥哥不是很 阿薩利嗎 他很有錢啊 你如果沒有錢 你就去找他借啊 他也會跟別人這樣子 他的意思是說 是開玩笑的跟人家講 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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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規 Nadכ 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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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很難 藝術 退 我們 我們 十分 很時間 找到了 這個 Early 有精神不來生 當兄弟的就是只有親生 來勢不一定會是兄弟 那意思就是叫他們不要去出賣 不要去養他 像警方向家說 如果說辦不成他的話 他要磨砲 他也找了家屬 去司法機關抗議 我們現在動作很大 所以他的行徑是非常的惡劣 沒有誤證 確實很難讓他們扶手認罪 案子卡關該怎麼判下去 當年警方侦犯這一期 台灣治安史上 進入了最大的強盜案 一開始真的是非常棘手 因為這些歹徒 他們相當的講話 他們分成了計畫組 以及行動組 分工非常的細膩 在計畫組方面 他們負責掌握的是 被害人的作息 還有他的行蹤 而規劃路線之後 就交給了行動組來執行 他們都是挑過的 這些人手腳俐落 而且你看到了 每個人都蒙面 不帶手機 不落痕跡的 在試乘之後 行動組的人 每個人可以分到 新台幣一千三百萬 至於剛剛提到的 被害人的妹妹 她則是分到了五百五十萬 其他的兩千八百三十六萬 通通都被行動組的主賢 黃江振他給帶走 而這個自以為是 天衣無縫的強盜計畫 沒有想到 竟然栽在一個 新婚警察的手上 黃建元景跟太太 甜蜜婚紗照 特地選在警局門口拍攝 搶案發生期間 他是台南二分局的 偵察隊元景 因為正好要辦婚禮 某天回分局發喜帖 意外得知 過去認識的一名蔣姓男子 居然是七千七百三十六萬的 搶案嫌犯 他說他涉嫌到七千多萬的 搶案 他只是想找一個信任的人 跟他講說他有參與 首先 腳性嫌犯供出販的車輛 是經過變裝 它是一部黑色的車子 結果他跟我講說 不是 它是一部銀色的車子 怎麼會是銀色 他說我們是買銀色的 把它烤成黑色的去作案 作案完就再把它烤回銀色的 然後進了再跟我們講說 那車子有可能在什麼地方 擔心拖酒證物會不見 打鐵趁熱 黃信元景想了個辦法 我去跟我老婆說 我們就到北部 先帶北部渡個蜜月這樣子 他很開心他跟我去 其實我就把他帶到 桃園中的機場在那邊繞 在那邊繞旁邊的道路 他說奇怪 你帶我到桃園機場 是要出國嗎 不會吧 怎麼真的在這個地方一直繞 桃園一直在那邊繞這個圈子 其實那時候就在那邊找車子 對新婚妻子說了善意謊言 渡蜜月之名行尋車之時 幸好果真尋獲 接著進一步帶著嫌犯重回 丟棄關鍵證物的地點打牢 對前面這個位置這邊 因為這邊有做一些改變了 大概是這個位置 當時水位比現在高很多 差不多一個人的到腰部這邊 當時的水也比這邊 還要更混濁 所以當時打撈的消防人員 他們很辛苦 起初 差不多20分鐘都沒有收穫 就在我們真的是 欣慰藝人的時候 突然消防隊的兄弟 他撈到一支鐵錘 然後鐵錘我想說 這應該也跟這個案件 是應該是沒有什麼關係吧 但想不到 假設你跟我講說 這一支鐵錘 就是當時他丟的沒有錯 他說有時候 他錢會放在後座 後座 然後因為那個車子 如果門鎖起來 他沒有辦法拿 那鐵錘是要敲玻璃的 犯罪的時候所用的車牌 GPS 無線電 到最後的槍枝 就順利的全部取出來 所有的證物全部到齊 黃信元景新婚不忘警察工作 建了工 巡獲關鍵證物獲得表揚 而其他專案同仁 辛苦快兩個月 終於讓案件水落石出 原來他們狡猾在犯案前兩週 在網路買下銀色的權力車 載到高雄偷車牌 犯案前更把車烤成黑色 林興范姐她當初是跟我說 她是從電影上學來的 看電影 看電影而已 類似變臉嘛 然後那是變車身 就是製造斷點 對 至於搶案發生後 一通五秒電話 到底是誰打給方信嫌犯 說了什麼 她就說是 姓黃的 打給她的 對方跟我說貴手 這樣我就知道 她說這樣子我就知道了 什麼意思 就是已經得手了 她就馬上趕去新市 那個公寮 廢棄的公寮裡面 找他們拿他們要分贓 根據公訴 行動組三名同夥 各拿了一千三百萬 計劃組則是分別拿了 四百五十萬 五百五十萬 其餘兩千八百多萬 被逃亡的黃信主席 帶走了 黃江森他就說 因為你們跟那個 被害的人 都在他的周遭出現 你們如果一下子 拿那麼多錢的話 怕會有 警方會直接就花一道你 其餘的我保管 事件曝光了 曝光了他就趕快跑掉了 錢也帶走了 來 整個行動的具體方針 跟細節 都是由黃信主席 來去操盤的 整個Tim就是他去召集的 那包括槍枝也是他有提供的 當初在分贓款的時候 也是他分的最多 其實黃信主席 他是有 五人都署的前科 那所以他涉案的程度 可以說是非常的深 不過我們在抓成的時候 他就已經找不到人 專案效果查出 黃江正案發後逃到澳門 三天後又返回台灣 他自認計畫完美 警方抓不到他 但為什麼這次人血溜了 方信犯險 因為他是毒品的人口 然後他有接到一個分局 打電話問他 跟他講說 你是某某人嗎 我是哪一個分局的偵察隊 來這邊找我一下 然後也沒有跟他說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緊張了 那就趕快打電話給 那個黃信犯險 然後黃信犯險一聽到說 好 然後電話一掛 就什麼手機就失聯了 就丟掉了 然後查出來是應該 他又出國 又跑掉了 那他以為是 警方已經查到他了 驚天動地 七千七百三十六萬 台灣最大的現鈔強盜案 通風報信的蔡姓女子 判刑十一年 其他人被判十二年到 十四年不等 他是說 我覺得很悲哀 我才分了那麼一點錢 其實都被人家拿走了 他覺得說他很後悔 他不應該講那些話 他為什麼會講那些話 讓這些歹徒 以為是他所指的 就去搶他哥哥 他說我才會在那裡說 我好 我去叫人來 請我家自己的錢 還可以讓他去看 他傷害我們 我們家傷害那麼深 怎麼有可能去原諒他 我是有聽說他已經出來了 可是 一句話道歉都沒有 都沒有 黃信犯險他搶到 他搶到這筆錢之後 第一件事人家就先去買了 製產 買了一間房子 送給他女兒 這樣子 這間房子好像是七百多萬 向法院申請 比較扣押起來 錢追回來了 兩百二十九萬 然後還有一輛 Lazos的汽車 很遺憾的就是 其餘的現金有 財經七千萬都沒有辦法追回來 黃信犯險他也算是主謀 裡面有最查道案 主嫌黃江振說 他要幫大家保管搶來的錢 分完之後剩下的將近三千萬 他帶著人就跑了 而且他在逃亡期間 竟然還陸陸續續 涉入了好幾起的 擄人勒索案件 據說這個黃江振 他都躲在台南的山區 和張錡民一樣 永槍刺中 所以就被媒體下了這個封號 叫做張錡民第二 而且他比張錡民還會跑 我們來看 讓警方頭疼了張錡民 他足足跑了十年 最後在一場攻擊的行動當中 甚至還出動了裝甲車 才把他給抓到 而這個黃江振 他硬是比張錡民多跑了兩年 為什麼呢 因為他根本完全斷絕對外的聯繫 他雖然手上有搶來的幾千萬元 換作是別人 老早就上酒家 去深色場所飲酒作樂了 但是這個黃江振 他能夠克制自己的享樂的欲望 他不但從來不涉足這些 深色場所飲酒作樂 而且他根本是過著一種 幾乎完全原始人的生活 警方究竟要怎麼樣才能夠 掌握他的行動呢 大佩錦麗攻堅圍捕 這個犯罪集團一年內犯下四期以上 復殺樂署案 而林一名在逃的黃性嫌犯 凶狠程度被外界稱為 張錡民第二 他涉及民國九十八年 台南中表行八千萬搶案 新聞報導中的張錡民第二 就是黃江振 曾經犯下震驚社會的 七千七百三十六萬搶案後 逃亡期間又傳出涉嫌 好幾起路人樂署 但他行蹤不定 誰也是多名 因為他之前是有槍擊案 而且又是台南人媒體下的標題 張錡民第二 因為新化也是山區 那跟東山都是山區 那黃江振他也涉嫌 辱人樂署 而且槍支也很多 不只都來自台南地區 對地理環境熟悉 都很會躲很會藏 都湧槍自重 涉嫌槍擊案 還涉及多起路人樂署 而且都盛行多倫 人家應該也沒有辦法找到他 都是他要去找誰 然後他去找人 然後再去透過這個人 再去找誰 找人去做接送 到另外一個點 然後他要走的時候 他又是不同的人在接送 不會讓你知道他要去那裡做什麼 設下層層斷點 現代人生活 手機 汽機車不可或缺 黃江振卻活得像個原始人 他應該是沒有在使用電話 透過某人在傳遞 不會直接打 A打給B再轉到C這樣 沒有電話 他也沒有騎車調進出去 後來調到 他有跟人家借用一台機車 過濾了幾百台的機車 不信任人 只主動跟幾個情形聯絡 黃江振還很能忍 七千七百三十六萬案件同伙 馬上現金買車享樂 儘管兩三千萬的賬款 都在他手上 他不飲酒作樂 就怕人多嘴雜 心中不光 就是沒有再到酒店那些去喝酒 如果他如果走這些場所 他早就被抓到了 極其低調 知道辛化老家容易被警方埋伏 黃江振叫兔又三姑 怕警察抓 連最疼愛的女兒都無法見上面 回心化他也是 心中不定 而且山化又是山區 陌生的車輛或者人 他可能就會發現人 他有好幾個點 他也是跑來跑去 聽說他很疼他的女兒 就是透過ABC這樣的方式 在聯繫 他的女兒有什麼需要 他應該也是透過這種方式 跟黃江振 本來沒有交集的蔡隊長 兩年前 調任辛化分局偵察隊長後 涉及轄區內的重大治安人口 展開清查 首要對象就是黃江振 就是有一個縣民跟我講說 知道他住在高雄的金獅湖那裡 金獅湖在高雄三明區的 石頭山下周邊環境清幽 因為知道台南很容易被盯上 懷疑黃江振挑臨近的 高雄藏匿居無定所 那時候我們要找這個 金獅湖的時候 他又跑回台南 他在台南安平這個地方 開過卡拉OK嘛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 這樣在研判他應該 這邊的地理環境他比較熟悉 所以大樓比較容易躲藏 憲民提供的線報真的準嗎 警方要怎麼樣才能夠確認 已經跑了十二年的黃江振 真的藏在這棟大樓嗎 黃江振人真的在這棟大樓裡面嗎 他躲了十二年 他的外型還有特徵 有任何的變化嗎 台南安平這棟大樓住身混合 除了分子複雜 黃江振至少在台南 有兩處以上的摩藏點 這裡很可能就是其中一個 第一件事警方要確認 他是不是藏在這 他跑了十二年 他一定有他的那個道理在 怕打草精神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很小心翼翼的 要小心的 還有黃江振勇強自重火力強大 憲民講說 他不會被關到牢裡面 就是如果有要抓他 但是是要拚命的 我們本來是想要 要用拚力小組攻堅 可能會變得很激烈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決定說 趁他不備的時候抓他 他可能湊神不及了 決定好策略 接下來是要等抓人時機點 但光釣越周邊監視器 就耗費一個月 會有變化的就是 身材跟頭髮這些部分 那就是因為他禿頭 看到他出沒的時候 都是有戴帽子 個子一百六十公分左右 那大概就五六十歲的中老年 兩隻手臂會比較粗一點 黃江鎮打扮就像是路邊阿伯 又神出鬼沒 花一個月掉監視器 接下來又監控了長達一個月 他卻只出現過三次 他有好幾個點 將近一個月都沒看到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一直在埋伏 我們也一直在懷疑 一刀的一個錯誤 該不會丁少曝光了 專小組在路邊研討下一步 突然疑似黃江鎮的人現身了 十幾年了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他 如果是他 你當時動手抓不到的時候 這可能又躲了十幾年了 中年男子跨上機車發動引擎 準備騎車離開 前半他應該會回到那個地點 機機車還有開車 就全部的人 全部一起往那個地方衝 憲明提醒警方 這個黃江鎮他已經跑了十二年了 他絕對不會乖乖地束手就擒 特別注意的是他手上 有槍有彈 如果發現警方要強益攻堅 他一定會火力全開 跟你拚命 戴白帽穿紅衣的就是黃江鎮 我跟我們小隊長就是 我們兩個戴安全帽 就先衝過去 我說妳什麼名字 他就說沒有妳去衝啊 然後我就把他推到那個 圍裡旁邊嘛 然後就不承認 突然被控制住 他傻住了 不知所措 我說 剛前我找你很久了 他突然就弄住了 後來他又回頭的時候 看到我們同事 還有刑事組的同事 全部都過來了 就是逃不掉了 他就沉默了一下子 沒料到警察能找上他 槍沒帶身上寡不敵眾 黃江鎮只好認了 不過他一直跟警方打聽 到底是誰出賣了他 十二年來 刻意撿不過日子 假零租屋 只搭車或走路 非必要不開車不騎車 卻還是宅了 有收到那個 兩把槍嘛 一把空氣槍嘛 那時候 他也很緊張 他跟我說 他心臟受不了 他說他心臟有問題了 叫我幫他買那個 救星嘛 那個蛇蝦錠 對於七千七百三十六萬 搶探髒款留下 還有待釐清 但黃江鎮再狡猾 再會躲 逃得了一時 逃不了一世 問到這一個跟另外一個 有時候他也不 他各自他知道 他自己的事情嘛 所以我們把他拼錯起來 警察對那種 未破的重大嫌案是不會停下來的 還是會一直追 好 這一期台灣健安史上 金額最龐大的強盜案件 警方花了十二年的時間 才將主嫌黃江鎮 給逮捕歸案 而當年的同案共犯 大多都已經 服刑完畢 已經出獄了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起事錄 我是洪培祥 歡迎收看台灣起事錄 我是洪培祥 從民國九十一年開始 一直到民國一百零一年 一共發生了七起銀行的運鈔車搶案 這犯案的手法如出一策 這是幾次監視器拍下來 歹徒犯案的身影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歹徒每一次出現的裝扮 都是頭戴全罩式的安全帽 身穿雨衣 這樣的裝扮當然是為了怕被解釋出來 但是如果你在大晴天穿這樣 反而特別鮮豔 所以歹徒乾脆專挑下雨天的犯案 而且如果不小心他留下的指紋 或者其他的微物激震 也可以因為雨水的沖刷而被破壞掉 所以看得出來這個歹徒 他不但心思細密 而且他可能非常熟悉警方犯案的技巧 甚至了解銀行的運鈔作業程序 以及防盜演練 所以他算準的運鈔車抵達的是 他搶了就跑 他從來不會踏進銀行一步 這樣子他就不會有被 反鎖關在銀行裡頭的風險 在每次得手之後 這個歹徒大約會存疾一兩年的時間 再度的犯案 這個推論成立的前提是 歹徒都是同一個人 因為是同一個人 所以就沒有分贓不均的問題 所以就沒有風聲走漏的問題 更沒有會被誰出賣的問題 所以專案小組整整花了十年的時間 才抓到了他 而在那長達十年期間 專案小組只要聽到下雨的聲音 就會非常的焦慮 他們擔心會不會魚大道 又要出來犯案呢 2005年12月7日小四點多 為在南京東路上的台灣氣營 跟往常一樣開門無夜 這一天天空下著雨 行人撐傘趕路 汽車騎士也換上了雨衣 就怕被雨淋得滿身屍 但在雨中卻有一雙眼 緊緊盯著銀行大門 他在等什麼 沒多久兩名運鈔員提著運鈔袋 要進入銀行 來了 七樓下突然槍聲大作 兩名保全員都還沒有走進銀行 穿著雨衣的歹徒 單槍匹馬的拿著一把槍 他就從後面這樣繞進來 然後那個人就先開槍 馬上就開槍了 就對著那保全開了一槍 那保全員嚇到了 然後就馬上手就放來 就給他槍 歹徒有事無恐 大白天的公然行搶 兩名保全員儘管穿上了防彈背心 但對上手拿真槍的歹徒 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歹徒 領走現金袋 騎著機車揚長而去 短短三分鐘 一千一百五十七萬的現金 就這樣被搶走了 動物之急得先逮人 但要從哪裡開始 當年監視器尚未普及 全台灣官方設置的監視器 不到三萬隻 無法用監視器勾勒出 歹徒的逃逸路線 但是卻幫警方找到了 歹徒作案用的摩托車 事隔兩個多小時 警方在巷子裡頭 找到嫌犯所騎乘的銀色 豪邁一二五機車 查出上頭的M95405車號 是未照車牌 有了這輛車 警方決定以車追人 他會先去偷張車 再換張車牌 不僅有作案機車 歹徒還留下了犯案用的手套 我們在歹徒當時 作案的一個手套 有去採到DNA基證 車子沒有線索 但歹徒遺留下來的手套上 卻有DNA 這樣警方士氣大震 只要知道DNA的主人 就離破案不遠了 比對了DNA的資料庫 這DNA你不知道是誰啊 查了半天線索又斷了 當時候那個年代 犯下性侵殺人等重案 才會採DNA 唯一有用的DNA比對 卻沒有結果 茫茫人海要上哪去找 這個時候 警方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起台氣營的搶案 歹徒犯案方式好眼熟 突然一個念頭閃過 原警口中的羽衣大道 從九十一年開始 專搶運鈔車 每隔一兩年就會出現 歹徒每次都單槍匹馬 但真的是他嗎 警方把歷連來的資料 全部調出來一筆 發現犯案模式 幾乎一模一樣 第一時間他就先開槍啊 他是不是對人啊 但是你知道有動作 他就朝人打啦 但是他不是朝致命部位 其實他都朝大腿 他不會逗留 所以他也很怕被人家打傷 一打傷立刻在現場 就會有一些DNA啊 血液啊那些急症啊 就很容易就被抓到 所以他一定行動 一定非常的迅速 在警察還沒有到達現場之前 在急腦中之內 就可以完成 所以他要求的 一定是快很準 我看他並不是直接搶櫃檯 因為你去樓槍打了 你腿軟了 我搶了就跑了啊 如果他進到銀行 會不會被反鎖 有可能啊 來 閃電 我不要動 他就是因為熟習運鈔 取鈔的這個路徑 還有在取消交換的過程 那時候的保全能力 是最脆弱的 他就以有餘妹的時候 大膽的去行動 每一個行動 歹徒都算得清清楚楚 再加上這個歹徒 專挑夏雨天 穿著雨衣犯案 雨衣大道的名號不進而走 他喜歡挑戰雨天方案 那雨天方案可能 有他的一個立基點在 譬如說雨天 鏡頭可能會模糊 可能他變裝會快速 可能警方要採集激震的情形 會比較低 下雨天會造成大家 對於旁邊周遭發生的事情 不去重視 因為我只會重視 我自己有沒有被引到 我會很快地去離開下雨的地方 不會去專注到旁人 一到下雨天 路上每個人都急著要躲雨 但是看在雨衣大道的眼裡 雨天就是他的保護色 只要一下雨 他心中那個氾濫的蟲子 就會開始騷動 大家會開玩笑說 為什麼下雨天 我們就要去尋銀行 會啊 大家怕死啊 一到雨天大家就怕 會不會有人再來搶銀行 一直都沒抓到嘛 那有人的心態是這樣子嘛 食髓之味啊 你抓得不到 這樣的念頭讓歹徒收不了手 其實早在台氣營搶案之前 中信證券台興銀行復興分行 都曾被雨衣大道洗劫數百萬 但這幾百萬滿足不了雨衣大道 重點是錢花完了 你入不敷出 你當然是想辦法 那你搶過一次 搶過兩次都沒事 那手頭筋啊 無本生意搶就有了 反正也搶兩次的嘛 多搶一次抓到多那一次 可能也差不了多少了 他就拚了 案子一件又一件 該怎麼防 總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搶案 一再發生 當時我去過濾 過濾出來 包括就兩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下雨天 第二個是下午 就是接近銀行要三點半 要關門的一個時間點 是我們認為可能 銀行搶案會再度發生的熱時 針對下雨天 尤其是銀行收班的一個時間 會來做一個勤務加強 不管是巡邏守望 甚至跟銀行的一個加強聯繫 警方想方設法加強巡邏 卻沒想到這雨衣大道 根本不把警方放在眼裡 2007年他有再度犯案 他鎖定合作金庫台北分行 這一次他不只搶走了一千六百四十九萬 還奪走了一名保全員的性命 因為他是要去搶印鈔袋 印鈔袋那個不放啊 不放兩個拉扯就拉跌倒了 那另外一個保全看到 當然是要衝過來 衝過來他就開槍了 雨衣大道完全沒有料到 這一次保全員 竟然會頑強抵抗 兩個一起跌倒 拿到另外一個保全衝過來 他是在等於是趴著還是蹲著的 就是在地上的狀態 開槍 槍吹槍打上去 打上去 黃彈背先 剛好從肩下去 你看多短大 我沒有打到整片 穿 那目前因為他整體的穿過去 所以他肺部的大血管 大量被受損了 所以他流血流了相當多 一個大的胸部的出血 而且合併有氣胸跟血胸 死者的爸媽趕到醫院 他們沒想到 早上還開心出門的兒子 現在冷冰冰的躺在那裡 誰能接受 一顆子彈毀了一個家 但雨衣大道 並沒有因為雙手染血 就不再犯案 2008年 2009年 雨衣大道又搶的青年郵組 市華銀行 各得手了好幾百萬 運鈔車的錢 幾乎成了歹徒的囊中物 前後八年 六期搶案 造成保全人員一死八傷 逮不到人 警方顏面無光 動員所有警力 誓言要抓到他 但有這麼容易嗎 人一天沒有抓到 只要聽到下雨 專案小組 就要繃緊神經了 運鈔車的保全人員 就要特別的謹慎 但是沒有想到 台氣營南京東路分行 這一天還是被搶了 怪的是那一天沒有下雨 出了一個大太陽 雨衣大道 出乎警方的預料之外 竟然挑了一個大情天方案 究竟是雨衣大道 還是另有情人呢 結果警方從現場 遺留了彈頭發現 根本就是同一把槍 換句話說 又是雨衣大道 出來翻案了 警方這回還從他的作案 擊催裡頭 找到了雨衣 找到了DNA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查出誰是雨衣大道 直到另外幾看似 毫無關聯性的搶案發生之後 這個名字出現在 專案小組的名單當中 而且就差這一步 這個人可能永遠 現在就抓不到他 因為他已經要搭飛機 離開台灣了 他們有下車做警戒的搜索 但是呢 歹徒呢 遇長在那個樓梯間裡面 那就衝進來 連開竖槍 就在前面這裡 那個在門口這裡開了一槍 然後有尾聲嗎 那在裡面的話 再開了三槍 那我們人員第一個 他是看到槍對著他 他就握倒 那後面的來不及 就被榴彈打到 就從後面這樣繞進來 然後那個人就先開槍 馬上就開槍了 就對著那保全開了一槍 那保全就嚇到了 然後就馬上 手就放了 就給他搶了 短短幾分鐘 帶出開槍打傷了保全人員 搶走了一千兩百五十萬現金 熟悉的犯案手法 讓警方心頭一驚 搶了就好 就是很典型的 跟之前的案件是手法一樣 但是他這次不傳 但是包的密不透風還是一樣 你也是認不出他 那他為什麼後來就冒出這一件 沒有穿雨衣 會不會跟營運大道沒有連結 那一開始我們當然有這種懷疑 請立即為道 七年前 這家中小器營的運鈔車 在雨中被營運大道搶走了 一千一百五十七萬 沒想到七年後 銀行趕由後門運鈔 人就被搶 我們也請銀行包括保全 他們的每天的上班的行蹤 他們的班次 還有他們到每一個站 到底這個站是放款還是收款 這個站平常放款是多少錢 收款是多少 去做一個徹底的一個 前後的一個分析 這個案子裡面中小器營是屬於 他們整個運鈔的最後一站 那最後一站自然而然保全 歹徒清楚知道運鈔車作業的標準SOP 南京東路這一站是最後一站 錢應該最多 難不成是內神通外鬼 只是這條線查了半天沒有線索 警方在調閱銀行監視器 發現早在運鈔車抵達銀行前的十幾分鐘 歹徒就已經潛入銀行 攝影機剛抵到剛好有一個攝影機 平台就很清楚 看到他群照對不對 那種風雨群的 他在那邊對死 拿到這邊攤頭看 因為那可能有小氣窗 他在看 歹徒全身上下只露出一雙眼 他緊盯著手錶看準時間 沒有多久他就下樓了 沿著這樣樓梯走走走走走 走到到二樓的時候 他槍就打出來 而且他在樓梯間拿了一個木板 這樣遮住 遮住槍 走到二樓樓梯間 就可以看到一樓了 可是硬他是下來 人進去了 剛好第二個要進去的 他衝出來 這身形 這手法 都跟雨衣大道如出一側 唯一不同的是 這一天不是雨天 而是大晴天 他是習慣第一時間去舉槍 甚至極槍的一個方式 這個都是他的一個手法 只不過當然我們所講的 挑雨天犯案 只是他其中手法中的一項 那至於他的手法 為什麼在這一項 在這一個案子會變 他可能需要錢 也迫使他去變更 他這一個犯罪手法 十年內 旗艦運鈔車搶案 警方為了防止雨衣大道 再度犯案 每逢雨天 就加強銀行尋簽 沒想到防不勝防 這個不排除 因為他所涉及的犯罪手法 是都相似的 我們也立即把這七個案件的資料 逐一調出來分析 在現場也採到彈頭 合作經過搶案的過程中 96年 那時候是有遺留子彈 所以當時彈道痕跡 就是96年跟101年是混合的 同一把槍擊發的 不僅彈道比對相同 警方循著監視器 在距離搶案現場 百公尺外的龍江路上 也找到了作案機車 在車廂裡 歹徒留下了異件雨衣 雨衣大道十年來泛濫七起 除了現場留下的蛋殼外 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微污激陣 這一次留下的DNA 儘管證實的是同一個人犯案 但跟上次一樣比對 沒有對象 依舊無法突破 幾次的交手 警方灰頭土臉 但這一次不同 儘管人海茫茫 但警方知道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那當時剛好台北市建制完成的一個錄影監視系統 那整個台北市區一共建設了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九支的一個監視器 大概在各區都有 全新建構的監視系統 我們整個錄影帶沿路這樣掉 沒有看過他脫掉安全帽 包括去超商買煙也沒有 很小心 我們有調到他去加油 安全帽是全部補弄起來 戴著手套掏錢 戴著手套掏錢不是很麻煩 但是他還是有辦法掏錢出來付加油費 你看他多小心 連掏錢都不脫手套 任何急鎮什麼都不留 歹徒心思緘密 連蛛絲馬跡都不留 儘管警方有重重電眼 但是要鎖定他也沒有這麼容易 每天早上大概六七點的時候 他就去騎到一張車 就大台北地下一直落一直落 到下午大概五點多 又回原地摩車放著等走了 消失了 消失了一點 只知道他這樣 從過龍江路往下進去 我覺得 因為沒有攝影機 而且你不曉得根本是誰 完全你 就斷點了 幾乎每天召開專案會議 那從發生到破獲 一共是六十天 那每天參與這個專案運作的成員 我估計應該兩百位的警察 我們調的監視器 大概有超過數萬個鏡頭 所以我們也動員警力 去保存所有的影像檔 我們光那個DVD光碟片 就保存了超過五萬片 所以我們調來 幾乎都沒有正面這樣 其實到便請還是會來 但是總覺得 人總是百命會輸 燒錄成五萬多片的監視畫面 儘管都沒有拍到歹徒正面 但警方戳私撥檢 看出了端倪 我們要確定他身高有多高 那當時標記出來他的身高 大概是介於大概一百六十八公分 跟到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他在走路的一個影像 我們發現有一個很奇特的一個特徵 就是他 他的影像走路他的兩隻手臂 是會比較微微外張的 就有點像 你看像機器戰場 或者是像那種健美走現身的人 你這種胸肌就很厚啊 很厚 你手可能就夾不太起來啊 他走路不是都大概就這樣子 而且他的習慣穿著 就有點像 軍事風格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研判說 他可能是有運動 武術 甚至健身的習慣 所以我們當時也針對這個特徵 去救大臺北地區的健身中心 去做一個查法 一個個線索 勾擊出歹徒特徵 但卻沒有關鍵性的突破 這張警方焦頭爛額之際 霞群兒的微風廣場 又遇上了槍擊案 我記得很清楚 事業時期下大 我去查網回來 騎摩托車 穿個雨衣 絲搭搭的進到 剛好在分區門口 我們監視小隊的 要出去跟我講 我想微風廣場有槍擊案 我說你不要開玩笑吧 這個時候你不要再跟我開玩笑 我已經快瘋了 他說真的 銀行搭案 再加上搶擊案 一次兩大案 警方頭大了 卻沒想到這起微風搶擊案 反倒讓運鈔車搶案 有了進展 搶擊案 一般我們原判是 當派資金利益糾葛 都是找一些朋友來問 只是水口搶人現在很小 銀行搶案也在我們這邊 所以他銀行搶案也在你這邊 我說對啊 就給他看 一些人說這個人你有沒有看過 就是走路了 他偷車那個行走畫面 他覺得身形很眼熟 走路的方式跟穿著很眼熟 但是 忽然就忘記是誰 飛哥 一句有看過 這句話讓承辦員警心頭一震 果然幾天後 朋友找上門 他有講百分之百這個姓王 我認識 我們在家王董 之前有開漢馬車 有開白色BMW 我說你們只確定 他說因為我們吃過飯 他在滑水 滑水這種 這種娛樂很少人不多 我說那你怎麼去確定 他說有一次就是他們的通告找來 就是今天的行程結束了 他們會聚餐 他說在餐會之中 我跟陳興祥買一條船 那人家講說 一台環球大概五百萬 他就脫口說 五百萬 五百萬 我就要銀行樓下 處理一下就有了 這句話添在警方耳裡 心裡有底了 再追問下去 朋友口中的這名網姓男子 喜歡運動 是滑水協會的成員 平時都會在爐州的微風運河滑水 每天去啊 我就去了大概兩個禮拜 每天背著就去錄 他說你去錄 錄完回來你給我看 去錄嘛 拍那滑水的人 我為什麼我就給他看啊 認不到 因為他沒有去 因為他剛好放案前幾天有去 他就沒去了 這個王董到底是誰 警方連他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只知道他沒有穩定工作 生活卻過得豪生 穿潮服開名車生活享受 花錢如流水 再加上銀行搶案後 他就銷聲匿跡 太可疑了 所以他也沒有什麼不適生產 也沒有什麼穩定的工作 竟然有四台 那個車子每一台都比我現在開的 Lexus還好 那他也玩過重機啊 打高的呼籌啊 然後騎腳踏車啊 他腳踏車也都高檔了 警方心裡對這個王董 有滿滿的疑問 唯有將人找出來 才能理得清 但是人呢 其實我們不太敢找 滑水行為的人 因為怕曝光 因為你們同好 我找你來的話 如果確定是你們的人 你會不會跟他講 有可能啊 所以我們當初擔心是這個啦 因為你一講 我們不知道是誰的時候 萬一不知道是誰的時候 你得到風水你會跑掉 就怕打草金蛇 專案小組找了藉口 帶著手中一張監視器的模糊身影 找上了滑水協會 找下來我們當然是不可能講很直接啊 我想說我們下去有那種運動用品店 那滑水板掉了 被偷了 你們玩這個比較特殊嘛 人也不多 有沒有用心來幹嘛 你再幫我多注意一下 他說好好好 我說我們有拍到一個 經過提供品店門口的身形 是不是他我們不敢確定 你看你認不認識 他也是看了老半天啊 好遠少好遠少 我就提醒他 姓王 有沒有姓王的 看了我一下 他就 像王冤 馬上找臉書 就說臉書找到吧 找到以後說 後來我同時 王冤是之前跟我們講 就找另外那個朋友來 他那邊確認 人家講白了 就是他啦 終於確認了身分 但警方知道 一旦找上滑水協會 王冤一定很快就會收到風聲 我們也想說 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的一個偵察座 他難免會收到風聲說 警察在找他 所以我們也在第一時間 也跟當時的指揮檢察官 討論你跟他說明的案情之後 我們第一時間 就將犯險來設警官 就是限制他出警 果不其然 就在警方找上門的隔天 專案小組就接到航警局的通知 王冤仍在機場 準備搭機離台了 還好人被海關扣下來 不管你怎麼樣沉著冷靜 證據是會說話的 王冤被專案小組帶回去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比對DNA 結果出爐一翻兩正眼 2005年還有2012年的這兩期搶案 都跟他有關係 包括2007年的第三期他也認了 但是其他四期他說不是他 因為金額太小了 拿夠他花呢 王冤根本看不上 專案小組進一步地調查他的背景之後 才赫然地發現 王冤的父親 竟然曾經擔任過警察局的分局長 他的母親也是女警隊的隊長 難怪王冤對於警方的辦案手法 如此地熟悉 走吧 就差一步 王冤就要搭著飛機離開台灣 在機場被攔下的王冤面對海關人員的檢查 一開始他可能不太知道請他掌握他多少東西 所以他認定你們 然後我現在要幹嘛 能辯駁就辯駁嘛 你憑什麼可以翻我東西 或者是我是一個很清白的一個民眾 那你怎麼可以張法 或者是剛剛提的 你剛剛已經海關已經過關已經檢查過 為什麼還要再翻一次 他反而會用一個挑剔 一個反擊 來質疑我們的一些做法 說到封信的王冤急著要逃 沒想到警方早一步射了警管 他走過來然後放護照 護照會後端會顯示說他有涉嫌 所以會發出一個聲音說 請走一班查驗台 這個時候我們監控台的人就知道 就已經無信電通知這個現場的人 來去帶他 逮到人了 但這只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得讓他開口 眼前的王冤就是不開口 但是他的反應 已經洩漏出了他的不安 他沒有那麼明顯而已 你要跟他講運道他會跟你講 對不對 但是你要跟他講案情 他臉就垮了 他神情會不太一樣 我們跟你講話跟你講案情 他也不會打...不會... 他眼睛不敢對你啊 這種一般就是有點心虛的感覺 滿能滿多久 DNA一筆 包括了2005年的台契營搶案 2007年的核庫搶案 以及2012年的台契營搶案 統統都跟王冤有關 後來很多機震 很多機震出來了 彈道比對啊 DNA 這個都有了嘛 你隱瞞這個沒有意義的啦 說實在話啦 所以他在攻出槍在哪裡啊 收到... 然後兩把手槍吧 還有長槍 衝鋒槍耶 還有散彈槍 還有手榴彈耶 將近300發的子彈耶 火力很驚人啊 如果說當初我們是找到他 硬拼的話 這很難講喔 王冤不止火力驚人 警方追查發現 王冤出身軍警世家 爸爸是前台中市警察局分局長 也曾偵破運鈔車搶案 媽媽則是台中市女警隊長 難怪他對銀行運鈔車的SOP 這麼了解 偵查捉賊的那一套 他相當清楚 我相信他爸爸在跟他媽媽 或者跟家人分享的時候 一定有透露一些 他找到破案的一些 如果說碰到什麼情況的話 我們警察可能沒辦法 碰到什麼情況 他之所以被我逮捕 是因為在什麼情況之下 所以這個王冤呢 他在可能在這個 弩暖之中呢 就可以知道警察偵查 散罪破案的關鍵 是在哪些地方 但讓人不解的是 出身軍警背警的王冤 對於是非對錯的觀念 應該比一般人還強 怎麼路會越走越偏 因為他所聽到的是 警察抓強盜 到這個強盜 作惡多端的結果 一定會被抓到 刑事處理把他關起來 這個他應該比別人都要知道 可惜的是他爸爸媽媽太忙 沒有很多的陪伴 有時候對子女的管教 往往都會區域比較嚴苛 比較嚴厲一點 就一般來講 所以恨鐵不成鋼的結果 往往小孩子 他沒有辦法領會 他其實從小 是被重點栽培的賭生子 那大學一直都沒有考上 所以可能會是父母親 murmur的對象 應該壓力滿重 會常常被跟姐姐拿來比較 而且在父母的管教的過程裡面 會動不動拿他跟三個姐姐比 沒有一個姐姐比他還差的 唯獨這個王賢 成績惡劣 然後也不聽話 一天到晚往外跑 然後父母可能在成長女生 覺得可能有欠欠他什麼 所以他要什麼的時候 他一定給他什麼 所以他也沒有什麼不適身材 身為家中唯一的男丁 父母對王賢有很高的期待 但沒有時間陪伴 錢成了王賢的一切 他吃好用好穿好 用錢堆砌出來的人生 卻在父母過世後 沒有了經緣 他無法忍受 重點是錢花完了 你入不敷出 你當然是想辦法 那你搶過一次 搶過兩次都沒事 手痛快 我本生意搶就有了 反正也搶兩次了 多搶一次 抓到多那一次 可能也差不了多少了 他就拚了 要不是說會道歉 因為從小到大很優渥 他沒有辦法窮 沒有辦法說生活得很 很輕 很辛苦 沒有辦法 他忍受不了 所以到最後他可能就會想 用最方便的方式 錢財聚集的地方 就是銀行 就這樣一步錯 步步錯 錯步的人生 在金錢的利誘下 他回不了頭 到了一個阻礙 反之為人格裡面 他只要跟他的方向 他立定的方向 有阻礙格殺勿論 他不會把人當作 有生命的東西 在當下他只看到的是錢 旁邊的有阻礙的把他踢開 踢不開就直接槍 把他打掉 他完全不會有責任感 因為他擋住我的財路 他心目中就只有錢財而已 他不會顧慮到生命 為了錢 他可以毫不猶豫的扣下板機 王淵說他就是魚大道 但是七件搶案中 他只承認其中三起金額 破千萬的搶案 另外四件與他無關 他說那個金額那麼小 他一直這樣 我有做功課 那個都沒做功課的 根本不是我 預備 不用推給我 其實他想做功課 其實就是在干擾警方 一直繞 繞了一個禮拜 在繞的當中 他就是在跟運鈔車的 他也不是亂繞 因為有時候我們調的運鈔 他是在運鈔車的後面 還是他認為那一天 其實他跟了 我知道今天錢應該會比較多 因為如果他這個在跟 你一個保全員人在提 提錢的那種重量 會感覺出來 一拉就起來 還是比較重 還是要這樣子勾 那個錢的重量 每個人在提的一定會不一樣 目前所查購的槍枝 其中有93年97年98年的彈道 是不同 但是我們不排除 他另外還有槍械 沒有攻速 沒有起出來 警方手中的證據 確實無法證明王冤 跟另外四起搶案有關 難道羽衣大盜 還有另外一人 他就單手 就打了 那另外是雙手 你看 國慶路今天有幾 那個就雙手 那這種習慣動作 人的慣性 剎那間的慣性 所以 方案的模式是一樣 直接就開槍 打把拳 但是他的動作 就不太一樣 有時候我們感覺出來 一萬大事件 應該不是他 你總共犯下幾起搶案 你是魔導 雨衣大盜 還是本身就是雨衣大盜 雨衣大盜 除了王冤之外 究竟還有幾個人 距離2012年的運鈔車搶案 已經相隔六年多 追明藏身在獄中的雨衣大盜 會再度犯案嗎 我們在研判 他也不敢了 因為當初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普及 沒有那麼好的狀況之下 你敢這樣子做 再到後來王妍這樣子做 王妍這麼稀釋 繩密就會被抓到了 你敢再做嗎 你說只要趕他出來 他趕出來 反而檢查一點 該做的 要不然這社會道歉 喂 我們在節目當中 曾經多次探討過 台灣育政的問題 也直接地點出 台灣監獄的爆量超收 不僅侵害到人權 降低教化的功能 當這個壓力 累積到了瀕臨 崩潰的邊緣的時候 甚至還可能會 引發監獄暴動 結果不幸嚴重 今年二月 在高雄的大寮監獄 竟然發生了 台灣獄證署上 第一次有嫌犯 不但是破壞了槍械式 取得的槍支 甚至連點獄長 都遭到了瑕疵 成為了人質 帶頭策劃的叫做鄭麗德 他本身背了28年 又6個月的有期徒刑 和其他四名育友加起來 一共被判了167年又11個月 還加上有一個被判處 無期徒刑 便看著假是遙遙無期 這些人決定放手 2015年2月11號 再過一個星期 就要過努力年 來會的人變多了 監獄的管理員 理所當然變得更加忙碌 當然也就不會有人注意到 這麼巧 有六個人 同時以筋骨酸痛為理 提出了看者的需求 下午3點10分 這六名受刑人 結束了工廠工作 按照規定 離開工廠時 每個人都要仔仔細細地 被搜過一遍 那為什麼會漏掉那把剪刀呢 一把剪刀就這樣子 被偷偷地夾帶出了工廠 離奇的是 到了中央台再檢查一次 還是沒被發現 一把剪刀被拆開了 就變成兩把利刃 這六個人 等到被帶進了衛生殼 立刻亮刀動手 一名替代役呢 被刺上大腿遭到夾屍 你對他匣子 一定要匣子 有用的 有用的嘛 他匣子狹堆的 有測完 匣子誰 第一個替代役 不是 他一定會傷他的嘛 讓他等一下知道嘛 所以我去跟你說一下 你做三口來 我真的 我是要給你知道嗎 給你機會喔 他在建議國安球啊 我們不如亂講 給你機會 馬上知道我們完真的 下午三點三十分 以這六名受刑員通告了會測室 現場的監聽古管 驚覺大事不妙 立刻按壓緊急令 啟動全監緊急應變機制 就警警員大作 那在這時刻 包括所有門都關起來 大門所有門都關起來 到大門口 就聽到裡面有槍聲 然後有好幾輛警車趕到 然後裡面有人 警員就喊說 有棠的有沒有 意思是說有沒有長槍 當時在會客室裡頭 還有幾組的家屬等待會見 女方管理人員相當有禮貌 委婉地把人請出會客室 被臨時通知取消的會客 也不把原因給說清楚 有家屬信信然地在現場發牢騷 不過隨後看到這一幕就知道 現在的確不是一個會客的好時機 那五個分鐘而已 然後那個獸型人 就從那個會客室衝進來 然後二三四個 四五個啊 就是濃穿 然後管理人員也有扭蛋 獸型人有看到兩個是拿那個金刀 就架在那個管理人員的脖子 他沒有看到槍 這六位獸型人就破壞了 在街戶科裡面的槍戒室 就是奪取了六五K2的副槍 有四把長槍 還有這個九零短槍六把 子彈呢有兩百多發 這六名獸型人不但搶到的槍 連介護科的科長 典獄長 都在他們手上 我現在已經不能講說 他是不是真的氣壞 因為典獄長 有人講說他去的時候 人家對空鳴槍 為什麼對空鳴槍 看到我抓不住了 你不要走 來 槍 你過來 點營獄長要不要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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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匣子 他可以跑嗎 可以 因為看到這樣他也可以跑 可是坐在建議裡面 你要往哪裡跑 所以點營獄長選擇什麼呢 好 過來 因為你要抓就抓跑 點營獄長他在想我 我是這邊的點營獄長 你有時候我們可以彈 他身經百戰 超過三十多年在育鎮 陳世智也是我的介護科長 大概二十多年前 我出建營獄之前 現在是點營獄長 現在又被彈 我覺得他又難以置疑 他又心痛的地方 又隱痛的地方 他是面對生死 不論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 一座監獄的點營獄長 以及介護科長 這兩大巨頭 竟然遭到了假取 已成事實 這六名囚犯搶了槍又抓了人 他們到底想幹嘛呢 甚至如果我知道他們拿槍 來來來來 別人開問 我又要來找 也沒有那個乖乖 已經暴動了 也沒有人會乖乖 我不會在家裡 沒有 沒有人會乖乖 即便他不想出去 可是大家都在出去的時候 封信 你要在這裡擋 會被鎖醒 因為鎖醒 鎖醒 最不想見到的狀況 沒有持續的擴大發生 其他求情還算穩定被控制住 這六個人顯然只是想要自己逃 下午四點二十一分 東廁門出現了狀況 這是一名蔡新送貨員 當時錄下囚犯和車檢站主任之間的對話 他當時躲在廁所裡頭 生怕被打出發現 他緊張到冷漢職貌 但他還是強做鎮定 把手機調成靜音的模式 透過了平常回報路況的群組 冷靜地一次一句 把訊息傳遞進去 他的LINE挺廣 大鳥監獄甲齒人子有槍 越獄 僵尺中躲在廁所 說喝送貨 求求 他們結果還不相信 有點贊主管幫我們反鎖 嫌犯要進去上廁所 他要鎖著 他不能進 他就在外面小便 不然他進來就會發現 這六名囚犯 在東廁門停留的時間並不長 他們脅迫點獄長 打電話給副點獄長 準備好兩輛車子 只要讓他們離開 他們絕對不會為難人治 那當然我要被人在 他們在做這個事 但是我知道 我受信我知道 那個車子進不來 進不來也有兩個 一個經常不可靠進來 其二個就是我們那邊 有幾次進來都來做 但是我現在不能就 跟人講說這個 票牌車的那我也 晚上就變票了 我們留備車的想法是 兩部車子已經開出來了 正當這六名囚犯準備上車室 接獲通報的第一波支援警網 即使趕到了現場 雙方短兵相接爆發了激烈的強烈 這個 預防的有開 好像有開車過來要提供 我們把他做不能讓他走 絕對不能讓他離開 你們那邊有幾支槍槍 你說是帶兩支來了 那邊前面兩支 注意到前面 注意到前面 有前方 六名派出所的遠警就地有地 靠著單薄的火力 拆了十一槍 硬是把這六名重型犯 給逼回去 小心喔 好 快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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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槍了 開槍了 一陣激烈薄火過後 鎮利德等人不得不退回東側 鐵門上盡是彈痕斑斑斑 原警手持盾牌也遭到子彈的貫穿 所幸無人傷亡 林匪陷入了對峙的狀態 這六名受刑人在車檢站 搜到了一把手機 決定call out媒體 對外海謊 你剛剛講 我們在 你剛剛講 我們訴求是兩台車子 兩台車要給你們 對 他們答應我們 到底還在說 已經答應 但是沒有給你們 一直沒給我們說 不要逼我們動手 不要逼我們動手 這六名的受刑人 企圖藉由新聞媒體的傳播 將自己形索成受害者 合理英雄化自身行為 他們的某些訴求 固然真實反映出 在現行的御政制度當中 的確有所謂檢討的空間 但是如此極端的手段 是絕對無法得到社會大眾 絲毫的同情的 這起事件 在避免傷及人質的前提之下 警方始終希望 能夠避免採取 攻堅的搶勢作為 但是在缺乏專業裁判 人才的情況之下 警方究竟 要如何來化解這場危機 準備那個雞爪 雞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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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掉過來都掉過來了 他要兩輛車子 要去他們要外躺 快過來 快過來 抱一次 大型警備車火速運來支援的警員 包括了高雄市行大 寶大特勤中隊 一共支援了超過350名的警員 將大寮監獄團團包圍 絕對不能讓這類似 亡命之虎衝破風險 特門 特門的車 特門有對數 因為他們要衝出來 所以有跟他開槍對你對打 現在他們退到裡面去 大概知道 現場概況是怎麼樣嗎 還不行 現在不行 現在有掌握了嗎 知道他們人員在什麼位置嗎 是吧 知道 那我們大概有幾層的防護呢 高雄市警察局長陳佳欽 在第一時間改到了現場 他很快地勘察完現場的地形地物 完成了警力部署 並且做最後的任務提示 安全地 那每一個父親都一定要重裝備 他也一直在探視 有時候會從這個側門的門 去看我們這個警力的嚴密情形 以及我們的制高點 他知道也沒有辦法逃竄了 為在東側門對面的建築問題 特型工隊一共在這裡部署18名的狙擊手 兩人為一組 在可見的範圍之內 監視越獄人犯的一舉一動 其實是一次擊發 他只要歹毒離開那個車檢掃 我們就用狙擊槍 我們都瞄準他所有的 他在走動或者幹什麼 現場警力部署完畢之後 下個階段就是要和歹毒建立最好的管道 但由誰來談判 警方找上了前市議員李榮宗幫忙訪問 據說他和祖先鄭立德頗有死交 晚間7點時分 李榮宗拎著八個便當 兩瓶水兩包煙走進了車檢站 一看那裡就很刻意說 我老爸好久不見了 我說很對啊 他冷靜一點什麼事啊 結果我一看他五個人 我都不認識 台灣實際上呢 建議有幾個囚犯能夠 拖打的時候拿到槍 瀟灑 對不對 他們奈了我 典議長這個時候也被我們控制了 以前我們都是被他控制 當然要笑他 對不對 當然要輕鬆啊 因為典議長 我現在還被他們拿槍指著 旁邊的人在笑 對啊 你就沒辦法用槍 你當然我叫你講什麼 你都要講什麼 這個有什麼好懷疑的 典議長他講話 現在啊 我要把酒送過來啊 你不把高粱酒送過來 現在我是被他們用槍指著 旁邊的人當然會笑 接近午夜時分 竹聯邦大佬張安樂 他也到了現場 整理的要求 讓張安樂把酒帶進去 警方最後決定酒可以送 警方最後決定 但不是由張安樂送進去 這個我沒有聽到訊息 他剛剛打電話 準備酒給他 你們要準備攻堅是嗎 旁邊的準備酒 你貴姓 我姓賴 我是副典議長 為什麼會出人命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大家都聽到了 沒有 旁邊的也要提供他的需求 不是嗎 我覺得你對典議長不忠 我一定 典議長的生命在你手上 我一定是效忠國家的 你效忠典議長嗎 我效忠國家 不是 典議長的生命值不值錢 那我是我的出事長官 是 那不是問題 你能保護嗎 你能保證嗎 你現在保證給大家 我用生命保護我們國家 保護我們察官 不要講那些稀微的話了 他們出任何差錯 你能負責嗎 凌晨3點20分 一手交酒 一手放人 借護科科長王世昌 平安獲得釋放 但危機還沒解除 典議長還在他們手上 他們要攻堅了 你要注意 凌晨3點多 守在東側門的受刑人 真的以為警方要攻堅了 立刻對空鳴槍 隨後雙方爆發 離民前 李榮松帶出了罪行消息 鄭立德表示 只要看到當天早報刊出 他們的五點訴求 他們就會把典議長放 沒想到清晨五點 突然再度傳出槍響 部署在制高點 自己手回報 六名囚犯皆以 遭到夾持超過十四小時的 典議長陳世智 毫髮無傷 但臉情疲憊地 自行走出了街口去 一個說的就是一個故事 所以說在十四個小時裡面 才有話題這樣 建立一些信任的夥伴關係 在那裡很完美地處理 後面的夥伴團的是 一到離別的時候 大家就兄弟一場 他們的互相擁抱這樣而已 彼此六個人互相擁抱 對 那跟您的部分呢 跟我們部分就握手 握手 握手 有說些什麼嗎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 也不能指定他們 就是我們管理員的 檢查站的修行室 跟他們自產的距離 差不多五米 五米 所以有看到 那一定看到 最大的目的就是 希望說不要見血 那很遺憾 到後來的結果 還是見到血 所以說 我認為說 我處置這個是不成功的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啟示錄 我說沒想 我們再會了 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說沒想 在每個撲朔迷離的重愛現場 在每個重大事件的第一時間 我們抽絲剝繭 追索事實的真相 Youtube總觀看超過五一次 頻道訂閱人數 突破了一百萬 感謝您最一路上的指使 我們會更加努力